大家好,欢迎来到Here's Aleph 今天我们开始聊聊唐朝的历史 唐朝和之前的汉朝并称为强汉盛唐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两大盛世巅峰的王朝 和汉高族斩白蛇起义的神话传说颇有几分类似 唐朝的历史可以说是从一段谶语开始的 隋阳帝大爷11年,公元615年 一首不知道原则何处的童谣 开始在隋朝的大江南北大河两岸传唱开来 杨花落,礼花开,桃离子得天下,洪水绕阳山 这首童谣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自然就传到了皇帝杨广耳中 于是杨广就招来了一个他十分宠信的方氏安家驼 问他这童谣是什么意思 安家驼已经在杨广身边待了很久 他非常了解杨广多疑猜忌的性格 如今杨广刚刚三针高沟里,无功而返 他更是在心里担心朝中的重臣们会有什么想法 皇帝身边的术士其实跟街头摆摊算命的没什么两样 都是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加上言语试探 去猜测对方心里的想法,然后顺着忽言 所以安家驼就跟杨广说 这就童谣的意思是杨氏要拜,李氏当姓 姓李的要取代杨家当皇帝做天下 然后安家驼就给杨广出主意 说陛下要不您把姓李的都杀了 就算不能把全天下姓李的都杀了 至少把朝中姓李的都杀了 安家驼也建议实在太疯狂了 杨广虽然是暴君,但是也还没疯狂到那份 所以肯定不能按照安家驼说的办 但是这种改朝换代的大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于是杨广就在心里琢磨 这个李氏得天下这个语言到底会应验在谁的身上 然后杨广就想到了一个人 京城县宫李敏 这李敏也不是外人 他是杨广的外甥女婿 杨广和大姐杨丽华嫁给了北州宣帝宇文韵 生了个女儿叫袁俄英 袁俄英成年的时候 北州已经灭亡了 当时的皇帝是他的老爷隋文帝 隋文帝亲自主持给外孙女选女婿 最终就选中了这个李敏 李敏也是关隆贵族世家出身 他爸是当时的幽州总管 他爷爷当年是北州的公爵 李敏的岳母杨丽华十分器重这个女婿 生前一再向父亲弟弟两代皇帝举见李敏 所以杨广对李敏十分熟悉 他知道李敏有个小名叫红二 杨广就觉得这个小名正是应对了 童谣里的洪水绕阳山 另外就是杨广第三次争高沟丽的时候 李敏负责在后方都运粮草 而杨广第二次争高沟丽的时候 负责这项工作的 是楚国公杨玄感 就是那个发动了杨玄感之乱 逼得杨广紧急从高沟丽前线撤军的那位 所以杨广相信 这童谣里说的就是李敏 于是杨广把李敏招进攻 认认真真详详细细的 跟他讲了一遍这个童谣的内容 还有寓意 包括杨广自己的分析 杨广的意思呢 就是希望李敏能回家自杀 这个想法其实很不现实 正常谁也不可能甘心为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就自杀 就算是有皇帝的权威 有暴君的威胁 那也不能说为了这就自杀 所以李敏不想自杀 但是他就皇帝就这样天天盯着他 督着他 想方设法的去暗示他 去自杀 这也不是个事 所以李敏就去找了一个平时和自己关系很好的远房堂哥 幼宵魏将军成国公李魂 去跟他商量这事怎么办 李敏去找李魂这一商量 就又惊动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李魂的一个仇人 也是李魂的大舅哥 号称杨广五大宠臣之一的许国公宇文淑 李魂的爸爸李牧 最初是关隆集团创立者宇文泰的亲随 据说在战场上救过宇文泰的命 所以在北州被封为申国公 然后隋文帝在北州末年以大丞相的身份监国的时候 李牧又是最早上书劝进 劝隋文帝当皇帝的人 所以隋朝建立以后又被加封为太师 帝位尊重 当然死后也就遗产丰厚 所以李魂就特别想继承他爸留下来的爵位和封地 但是问题是他在他们家排行老十 是李牧最小的儿子 不过好在李牧没有笛子 这十个儿子都是庶处 那这就有了操作的空间 所以李魂就去找自己的大舅哥宇文树 就说我知道你和太子关系很好 当时阳光还没有登基还只是太子 李魂就跟宇文树许诺 如果你能帮我继承我爸的爵位 那么从今往后我从封地收到的税 分你一半 宇文树是一个事前如命的人 听了这话立刻答应 于是在宇文树一番操作之下 李魂如愿以偿的继承了李牧国公的爵位 但是李魂继承了他爸的遗产之后 消费水平一下就上去了 封地那点收入很快就入不敷出 所以李魂几年之后就不再继续分钱给宇文树 这下就把宇文树给得罪了 宇文树就总想着要报复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李魂 然后宇文树就听说阳光找李敏谈话的时候 又得知李敏去找李魂上了 于是记上心来 宇文树就去找李敏的老婆宇文娥英 宇文树和宇文娥英虽然都姓宇文 但其实并不是亲戚 宇文树家原本是凶奴人姓破叶头 后来是因为宇文树的祖上 成了宇文娥英祖上家里的仆人 这才改用主人家的姓势 宇文树见到宇文娥英之后 就把李敏和这个童谣的关系大概学了一遍 然后告诉他 皇上已经下定决心要杀李敏了 这个人你是救不了的 但相反 如果你能够出面告发他 那就能避免受到李敏的牵连 反正你是当今皇上的亲外人 你还发手想再结婚的话 没有合适的人选吗 宇文娥英想了想觉得也是 更何况他和李敏只有一个女儿还夭折了 李敏谋犯最坐实了会被牵连被杀的都是李敏数处的子女 跟宇文娥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所以宇文娥英出面首告 检举李敏和他的堂兄李魂勾结 抑郁谋反 最终李敏李魂两家三十多口都被杨广下旨处死 就连宇文娥英自己也在两个月之后被杨广刺死 虽然杨广因为一手童谣而生出来的猜忌 就杀了李魂和李敏全家 但是李在当时已经是中国的大象了 杨广也甚至朝廷当中理性众臣众多 比如说关隆集团最核心的八诸国十二大将军中 隆西李氏和辽东李氏的知系就占了其中的三家 数量上仅次于西魏和北州的皇室 元氏和宇文氏 因此仅凭一手童谣就在朝中大肆杀戮李姓大臣 这显然非常的不利于随朝的同志 所以既然嫌疑最大的李敏已经死了 那杨广也不妨安抚一下朝中的李姓大臣 他下旨把外放边地的唐国公李渊 从山西河东抚卫大使声认为太原留守 而且还把李魂又宵魏将军的头衫也一并封上给他 所以唐国公李渊跟杨广的关系要比李敏更近 外甥女婿终究只是殷勤没有血缘关系 李渊是杨广的表哥 他俩的妈是亲戚俩 这就得提起李渊和杨广的老爷独孤信 独孤信一共有七个女儿 这其中除了三个皇后 而且三个不同朝代的皇后 这应该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了 日本的藤原氏虽然也有这种一文恩皇后的例子 但是日本天皇号称万事一系 这所有的皇后 不论年代辈分都是同一个王朝的 独孤信这三皇后闺女 是三个不同朝代的皇后 她的大女儿是北周明镜元玉的皇后 小女儿是隋文帝的皇后 就是杨广的妈 私女儿虽然活着的时候没能当上皇后 但是死后被追封为皇后 因为她生了个好儿子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唐国公李渊 未来的唐高祖 李渊虽然当年身受隋文帝和独孤黄傲的喜爱 但是杨广登记以后 对这位表哥还是有很多猜忌的 于是李渊就开始纵情酒色 贪污受贿来麻痹杨广 大业十一年 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 去山西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 得到这个任命 李渊喜出望外 他高兴的不仅仅是能够离京避祸 获得一片能够展示自己才干的天地 更重要的是 山西河东一带正是五帝之一 帝瑶当年的领地 古称唐国 而李渊自己的爵位正是唐国公 李渊坚信这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李渊到任之后迅速击败了 吴端尔柴宝昌这两只在当地生施最大的农民军 稳定了河东地区的局势 然后李渊安排长子李建成守护家人 住在局势更安全的河东区 自己也带着次子李世民到太原郡夫人 同时李渊还暗中秘密安排两个儿子各自在当地结交世家豪族 笼络人心 从这时候开始 其实李渊已经开始暗中谋划着手为将来随时其路的那一天做准备 不过李渊这个人作为开国皇帝还是缺了点沙发决断的锐气和拼搏进去的勇气 再加上后来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 所以后人经常把李唐王朝的建国之功归因在他的儿子李世民身上 所以真要按照李渊谨小慎微的性格循序渐进的慢慢去准备 还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真的起兵反遂 但毕竟李渊是天命所归的陶李子 所以老天爷就一定出手推他一把 现在我们可以正确的解释一下开头提到那首童谣的含义 阳花落里花开这句话意思很明确 就是阳是当灭 李是当兴 重点下一句 陶李子的得天下 这里的陶其实是陶土陶器的陶的谐音 指的是古代唐国的雇主帝谣 谣是依其性 陶唐事 签字文例就有 推卫让国有于陶唐 调民罚罪周发阴唐 所以这个陶暗喻的正是唐国公李渊 只是说被杨广推测说的是小名红二的黎敏的那句 洪水绕阳山中的洪 其实是大水的意思 而李渊的名字渊也有大水的意思 所以李渊才是真正的天命之主 因此老天爷必须得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往正确的道路上推他一把 大业十三年 马义军阴阳校尉刘武周 叛乡突厥 李渊是太原留守 执掌先西河东各军的军事民事人士 马义军也在他的管辖之内 所以他就派副留守高军雅带兵去平叛 可这高军雅和马义军太守王仁公没有遵从李渊的指令 轻敌冒进 结果兵败 刘武周不仅杀了王仁公夺战燕门楼帆定乡三郡 而且还占领了阳广当年北巡收入的行宫 分阳宫 把分阳宫宫里的宫女都抓起来献给了突厥可汗 突厥的屎臂可汗收到这么多中原美女 当然很高兴 不仅送给刘武周很多战马 而且封刘武周为定阳可汗 估计就是平定阳广的可汗的意思 于是刘武周自称皇帝 见国号为汗 这个消息传到隋阳帝阳广的耳朵里 阳广当然十分恼火 认为这都要怪李渊无能 于是下令逮捕李渊 这就逼得李渊不得不起兵自保 于是李渊赶紧派人去通知各地的家人 都来太原郡的首府晋阳避难 同时派晋阳先令刘文静 秘密出使突厥 请求外援 李渊一面自己偷偷派人去联络突厥 另一面却由借口勾结突厥 杀死了隋阳帝派来监视他的两个副留守 王威和高俊雅 其实王威和高俊雅早在之前 就对李渊的行动有所怀疑了 但是后来王威的亲信部下参军武师也跟他俩说 唐国公是天子近亲 朝廷勋起绝对不会谋反 所有的军事和人事安排都是为了抵御突厥 王威和高俊雅选择相信了五十月的说法 最终身手易出 而五十月后来在李渊当上皇帝之后 获封印国公 名列太原原谋功臣榜第二等 至于说五十月那位著名的女儿的故事 咱们后面再聊 李渊下了王威和高俊雅 清除了起兵的内部障碍 现在唯一影响他抉择的就是北方上的草原强国突厥了 很快出使突厥的刘文静带回了突厥史必可汗的条件 很简单 如果李渊是要灭了杨广自己当皇帝 突厥非常乐意支持 但是如果李渊是想做杨广的忠臣 那就是突厥的敌人 这个条件让李渊很为难 李渊心里当然想当皇帝了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遵随的旗帜还是必须要打的 但是突厥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小的 就在李渊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候 他的长子李建成带着家人一路坎坷 从河东逃到了太原 要和李建成这一路上躲避随朝的追捕 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李渊的小儿的李志云因为年纪太小 没有跟着家人一起逃亡 而是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结果被随朝的士兵抓住惨遭杀害 据说在逃亡的路上 李建成和他四弟李渊集一度都绝望了 打算带着家人上山落草当想马德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李建成一行人遇到了一个人 李渊的女婿柴少 柴少的老婆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 金国英雄平阳昭公主 今天山西河北交界的娘子官 就是以她来命名的 平阳公主的本名历史上没有记载 只是说她人称三娘子 所以在她真的当公主之前 我们就先管她叫三娘子 三娘子和柴少当时住在西京长安 他们得到消息说皇帝下旨要抓李渊 于是俩人商量了一下 觉得长安到晋阳路途遥远 所以柴少先一人去晋阳 三娘子先到长安郊外找地躲起来 看看局势的变化再想办法 然后柴少在去晋阳的路上 就遇到了李建成和李渊集 李建成就跟柴少说 现在距离晋阳路途还很遥远 如果路上要是遇到隋朝官兵 那可就麻烦了 不如干脆上山落草得了 柴少一听他这大舅哥跟小舅子要上山落草 这可不行得赶紧去 柴少就说你们俩那儿当响马的料 如果你们去投靠别人 人家一听你们是唐国公的儿子 皇帝正在重金悬赏的犯人 那肯定是绑了你们献给官府啊 那你们就死定了 现在去晋阳 虽然路途艰苦 但只要到了那就绝对安全了 最终柴少说服了李建成哥俩 一行人还是平安的到达了晋阳 李建成刚到晋阳 他的二弟李氏民 还有李渊的亲信陪继 重要的谋臣刘文靖就来见他 他们就把突厥的要求和李渊的犹豫 跟李建成说了一遍 而且还告诉他 前两天为了劝李渊当皇帝 刘文靖还搞了一场新国寺兵戒 结果还是被李渊堂塞过去 所以仨就想让李建成再去劝劝李渊 赶紧当皇帝 但其实在当皇帝这件事上 李建成的想法其实更接近于李渊 所以李建成见到李渊之后 就跟李渊说 史碧克还恨的是杨广 所以只要更换旗帜 告诉突厥我们不再接受杨广的指挥了 这就行了 然后对隋朝各郡县发的席文 还是要说起兵是为了秦王和平乱 现在杨广有一个孙子代王杨幼就在长安 是西京留守 起兵之后赶紧夺取长安 拥戴杨幼做傀儡皇帝 这结果不就解开了吗 对内对外大家都满意 李渊接受了李建成的建议 而且很高兴的赞上了儿子志王 觉得他这招掩耳盗铃很是不错 而突厥那边也认可李渊的做法 接受李渊人种土地入唐宫 财博金宝入突厥的条件 成为了李渊的盟友 解决了突厥后顾之忧之后 李渊立刻发兵西京 他任命张子李建成和赐子李世民 为左右大都督 统帅大军进兵长安 而四儿子李渊几 被安排留守晋阳 这时候留守西京的代王杨幼 也已经得到李渊举兵的奏报 派出虎牙狼将宋老生 率兵两万进出货益 阻挡李渊 宋老生驻军货益 就恶守出了晋阳到临焚之间 必经的一道天险 确属骨 当时恰好多日连将大鱼 道度拟拧 军粮运输困难 李渊的营中也开始缺粮了 所以李渊就有了退兵的念头 想先退回晋阳再做打算 但他的两个儿子 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反对退兵 他俩都认为宋老生有勇无谋 只要能想出计策 有他出战 就一定能够击败宋老生 夺取获益 打通西京的道路 可是李渊在和他的头号大宠臣 裴继商量过之后 还是决定退兵 这时候就发生了按照事后诸葛亮的逻辑看来 对于后来的历史颇有些寓意的一幕 得知李渊的最终决定之后 李建成选择接受父亲的命令 开始着手去准备安排退军的事宜 而李世民呢 却选择来到父亲的掌前放声痛哭 逼得李渊不得不招见李世民 然后李世民历臣退兵的种种弊端 最终经过李世民的一番劝说 李渊重新燃起了雄心 改变了退兵的决定 转而采纳了儿子们一开始的诱敌之计 而且李渊还亲自率领数百轻忌 到城下挑战有敌 宋老生一看李渊亲自前来 当然是列队出城 一心想要升勤李渊立下一份大功了 等宋老生列队出城之后 李渊率军洋装败退 然后派两个儿子各率一支起兵 绕道去包抄宋老生 等到宋老生陷入三面合围之后 李渊下令反击 而且还命令不下大喊 已经斩杀宋老生 随军世民听说主将一死 自然军心大乱 纷纷四三溃逃 宋老生确实是一员勇将 一路杀出重围 逃回了货义 可是这时候李建成和李世民 已经攻到了货义的城门下 城门下正在激战 宋老生没法从城门入城 于是宋老生将守在城头的守军 扔条绳子下来 想顺着城墙爬上去 结果被追击而来的李渊 不想杀死 就这样李渊以三千人马 击败了宋老生两万精兵 取得了晋阳起兵之后的 第一场大战的胜利 不久之后又有好消息传来 李渊的女儿三娘子 派人来送信 他说他在柴绍走后 变卖家产逃出长安 到处招募军队 笼络周围的地主武装和农民军 如今三娘子回家已有七万之众 号称娘子军 占据了武功 使平等多处城市 李渊得到这个消息 当然喜出望外 李安盟让柴绍率领 一直偏使渡过黄河 夺取华阴 去支援三娘子 之后李家的父子兄妹分进合机 很快就平定了整个关中 包围了长安城 包围长安以后 李渊就派了个使者 去劝说他的表侄孙杨幼投降 但是遭遭的拒绝 于是就要部下跟李渊说 咱们都已经平定整个关中了 隋朝就剩下这么一个长安孤城 结果去劝降 他们竟然敢不投降 这是老天爷要灭杨家 您就别客气了 放手大杀吧 但是李渊并没有同意 而是在总工之前下达命令 禁止士兵入城之后杀人劫掠 而且特别明令 不准伤害杨幼和城中其他隋朝宗士 李渊这么做 肯定是考虑到长安是关隆集团的大本营 一定要在关隆集团面前塑造一个值得依靠 值得信任的仁慈的良好形象 毕竟他的皇帝表弟是怎么 因为疏远关隆集团亲近南臣氏族 而一步一步走上毁灭之路的 李渊都是看在眼里 李渊下令攻城之后 他的部下人马很快就攻入城中夺取了长安城 然后李渊拥戴带王杨幼登基 遥尊扬州的杨广为太上皇 李渊自己禁绝唐王 而且特许剑旅上殿 入朝不屈 赞败不明 成为了这个事实上的新政权的真正统治者 除了左一位将军殷氏师和经兆 俊称古仪 因为之前遵照隋阳帝的命令 尽心尽力的去追捕李渊家人 杀害了李渊的小儿子李志云 而且还刨了李渊家的祖坟 所以被处死 李渊进入长安之后 可以说是做到了上市皇室 下到黎民秋毫无范 一年以后有消息传入长安 语言术的儿子语言化级发动兵变 杀死了隋阳帝杨广 然后傀儡皇帝杨幼 便知恋的将皇位善让给了李渊 李渊登基继位 建元武德 这就是唐高祖 所谓中国古代盛世典范的李唐王朝 就此建立 不过此时的唐帝国所占据的 不过是关中异渝 还只是众多隋末群雄中的异员 距离扫平天下乃至于称雄东亚的大唐帝国 还是有很多血汗要挥散的 唐高祖登基之后 首先就将目光锁定在了 占据隆西的西秦政权 为此唐高祖远交进攻 他先是派出光禄清宇文新初始突厥 去联络这个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存在 再在突厥颇有人脉的 武援太守张长逊的辅佐斡旋之下 突厥的楚罗可汗和西秦断交 并且派弟弟阿什纳多比 也就是后来的吉利可汗率军支援唐军 同时唐高祖还亲笔写信给雄居中原的 另一位官农大贵族出身的农民军首领 瓦冈寨的西卫王李蜜 信中各种吹捧 甚至还遵比自己小16岁的李蜜为凶 顺利的哄得李蜜去洛阳和王室冲火避 使得唐军在西征西秦的时候 东方能有一个安稳的后院 而且唐高祖还狠下一番功夫的去拉拢另一位有可能 支援西秦的群雄 割据和西的大梁王李鬼 李鬼原本只是隋朝的普通士兵 趁着乱世崛起割据一方 为了抬高身见 李鬼自称自己是隆西李氏 是昔日割据和西的西梁王室后裔 而唐高祖呢 他以真正的西梁王室后裔的身份 认可了李鬼的说法 称呼李鬼为唐帝 当然了关于这个李唐皇室是不是隆西李氏出身 史学界也有着不同的说法 比如首先提出关隆集团概念的陈英雀先生就认为 李渊的高祖父李希 并不是西梁开国君主梁武昭王李浩的孙子 而是另一位出身赵俊李氏的 北魏洪农太巧李出把谷的儿子李买德 但是另一位史学大师张太炎的弟子朱锡祖先生则认为 陈英雀先生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李希和李买德是同一个人 而旧唐书中记载的李唐皇室的谱系应该是可信的 李渊确实出身陵西李氏 是李浩的七十孙 但是不管怎么说 甭管唐高祖的真祖宗是谁 相对于李鬼而言 那都是高极 所以唐高祖称呼李鬼为唐帝的做法 无疑是一种很有效的笼络和抬举 就这样在唐高祖一番纵横百合之下 既安抚了东方强级李密 稳定了后方 又拉拢到了突厥和河西 彻底孤立了西秦政权 然后唐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 率军十万去征讨西秦 李世民在前线减少了两个多月 一直不肯出债 一直忍到了西秦军心涣散粮草匮乏 甚至西秦的高级将领开始纷纷降唐的时候 李世民下令全军出击 在第二次潜水源之战中一举击溃了西秦 西秦皇帝薛仁果也有史记记载叫薛仁稿被迫投降 隆西被纳入了唐朝版图 就在唐朝吞并西秦的同时 另一位在当时曾经被人们一度认为是天选之子的李姓豪杰李密 被禁敌王世冲击败被迫投降了唐朝 唐高祖殿的李密来想十分高兴封李密为行国公 还招他做了自己的表妹夫 但李密终究不是甘居人下之人 曾经关于陶李子那则童谣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逃是逃亡的意思 说的就是当时正因为参与阳选感叛乱失败 而被迫逃亡的李密 所以几个月之后仍然念念不忘心中大志的李密 祥而复盼 最终被唐军杀死 五到二年唐高祖派何锡集的陈下安兴贵去劝说唐帝李鬼 归顺唐朝 却遭到了拒绝 于是本乡本土的安兴贵干脆在何锡策动了一场兵殿 俘获了李鬼全家 何锡各郡也成为了唐朝的领土 就在唐朝在西边开疆阔土顺风顺水的时候 一个噩耗从东方传来 刘武周以大军南下 先后击败了唐朝的左五位大将军江宝仪和右蒲叶培记 齐王李源吉一仗没打就放弃了晋阳 如今山西全境几乎都落入到刘武周手路 消息传到长安 关中震撼 唐高祖觉得现在刘武周贼势浩大 难与争锋 不如放弃黄河以东的土地 固守天险 以待时机 对于唐高祖的这种想法 他的儿子李世民坚决反对 李世民觉得 禁阳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丢不得 他上书唐高祖 说刘武周南下兵马不过三万 如果朝廷也能给自己调拨三万精兵 保证收复师弟彻底剿灭刘武周 唐高祖答应了李世民的请求 亲自为他践行 当时正是隆东季节 黄河结兵 李世民率领唐军塔兵过河 在百闭关击败了刘武周的新翁大将宋金刚 之后李世民率领布下精锐骑兵 三天两夜不接甲不下马奔袭刘武周 然后一天之内八战八截 一举击溃了刘武周 刘武周和宋金刚逃亡突厥 被突厥所杀 如今唐军既平命了河西和龙右 又修复了河东 而且唐高祖的唐直 左光欧大夫李孝公 这时候也已经平定了八属三十余军 于是唐高祖早在称帝之前 就心心念念的东征大使 自然再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 武得三年七月 唐高祖下诏 以秦王李世民为主帅 齐王李元吉为副帅 率军东征 冰封直指盘踞洛阳的政帝王世充 正是在这场战争中 李世民将他的军事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赢得了一次远远超出 所有人想象力极限的完美胜利 而六年之后发生在礼堂皇室内部的人伦惨剧 以及其后二十多年被后人奉为楷模的贞观盛世 追根溯源其实也都是源自于这场胜利 王世充这个人为人过于的虚伪自私 对待部下也十分的刻薄 所以他的部下很多大将纷纷抛弃王世充 投奔唐场 这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我们在小说电视剧中十分熟悉的人物 比如秦琼 成之杰 就是成敖金 还有罗承的原型罗诗信 尤俊达的原型牛进达等人 所以当李世民率领唐军席卷而来的时候 河南各地纷纷望风而降 李世民的大军很快就把王世充包围在了洛阳孤城之中 万般无奈之下 王世充派人前往河北去向当时实力仅次于李唐的夏王斗建德求援 和唐高祖西魏王李密这样的隋朝显贵不同 斗建德家世世代代都是河北的普通农民 斗建德在隋朝当过的最大的官 不过是地方的里长和军队的二百人长 但是斗建德为人众然许喜侠节 善待部下和治下的百姓 所以斗建德在河北的统治非常得民心 甚至在斗建德死后两百多年 有唐朝的官员遇到河北民中祭祀斗建德的情形 还描写说 贱父老群记 俊奔有仪 夏王之称 游少于戏 而且斗建德后来击败 并且杀死了杀害隋阳帝的宇文化吉 而且把俘虏到的隋阳帝的皇后孙子都派人护送去了突厥 让他们去投靠隋阳帝的唐姐 突厥的可敦一成公主 这个举动更是让斗建德在隋朝的遗臣之中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比如隋阳帝五位宠臣之一的裴聚就归顺了斗建德 为斗建德定朝仪 治律令 兴文教 迅速提高改善了这个新兴农民军政权的政治面貌 斗建德之前刚刚和李唐王朝达成了合约 释放了被俘得唐高祖的唐弟李神通 还有妹妹佟安公主 所以他并不想出兵去救援王室冲 但是斗建德的大臣们纷纷劝他 纯王止寒 现在明显唐军占有绝对优势 如果不去拉王室冲一把他可就死定了 那时候西亚国以河北之地对抗左拥 关隆巴蜀河南的李唐王朝 那局势就很危险了 斗建德一向从善如流 因此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 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号称三十万南下救援王室冲 下军一路连下管州行阳阳邸逼 逼近了洛阳的东大门虎劳关 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前 王室冲手下虎劳关首将之一沈岳 派人偷偷送密信给唐军的大将李世纪 就是后来评书演义里的徐茂公 沈岳表示如果唐军要攻取虎劳关 他愿意做内应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李世民立刻派大将王军阔 就是小说里的大刀王军可的原型 率军去夺虎劳关 在沈岳的配合下唐军攻破虎劳关 擒杀了虎劳关的主将 王世冲的弟弟王兴本 等到二十多天之后 姗姗来迟的下军抵达虎劳关前的时候 虎劳关上早就高高飘扬着唐军的旗帜 这就让唐军在接下来的对战之中 占尽了地利 得到窦建德大军逼近虎劳关的消息 李世民立即召集重将商议 有点出乎李世民的预料 他一直很尊敬的老领导兵部尚书屈突通 首先表示 窦建德兵力强大 又刚刚灭了山东的孟海公 获得三万新军 如今唐军围困洛阳已经九个多月了 早就疲惫不堪 不如先把主力撤到心安再做打算 屈突通说完以后 事实上是代表唐高祖来前线监军的内使侍郎封德仪 也表态支持 就连李世民十分信任的秦王府司马修宇 还有李世民的好朋友大将刘宏基 都支持撤军 暂必窦建德锋芒 这个局面是李世民在会前没有预料到的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些人的心思 屈突通是关隆集团出身的大贵族 剩下的那几个也都是世家子弟 这些人凭着家事和已有的功劳 就足可以高官后路富贵一生了 所以自然不愿意再去冒险 但是李世民是一个不肯轻易服输 喜欢不断挑战自我的人 所以他就把目光转向了另外一拨人 山东降降 这些人没有家事背景 没有朝廷人脉 很多都是从敌队阵营归降过来的 所以十分渴望为李唐王朝立下新功 李世民就去问了一个和李世纪一块投降唐朝的瓦岗大将 郭肖克 郭肖克见秦王垂问自己这个降降 十分激动 立刻慷慨激昂的说 王世冲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窦剑德现在来就是来送死的 殿下可以留下一只人马继续围困洛阳 然后殿下亲自率领精锐进驻虎劳关 以意带劳 不出一个月 窦剑德和王世冲都得被咱们给灭了 郭肖克的发言十分符合李世民的想法 因此李世民立刻站起来坚定的表态说 一战消灭两个降低再次一举 这次不攻克洛阳绝不搬使再有提撤军的一律军法从事 然后李世民亲自从军中挑选了三千五百名精锐 带上了郭肖克李世纪秦琼成之杰几个山东相将 星夜赶往虎劳关去迎战斗剑德 而剩下的唐军兵马则交给了李世民的四弟 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洛阳 李世民到了虎劳关之后 只休息了一夜 就亲自带领五百骑兵东出虎劳关去视察地情 他们出关以后大概往东走了二十多里地 李世民就发现了一处丘陵地带十分适合埋伏 于是他就把手下的骑兵分成三队 分别交给了李世纪秦琼和成之杰 让他们各率一队埋伏起来 然后李世民带着御持靖德 就带了三个骑兵继续前进 看着远处滚滚东流的黄河 李世民豪情万丈 对着身边的御持靖德说 五只公师公职若相遂 虽百万众若我何 就这样李世民他们五个人 一路溜达到距离下军大战 只有两三里地的地方 终于碰上了一对下军的骑兵 这对下军骑兵一开始没想搭理他们 毕竟唐军只有五个人 应该就是一般的哨探吧 没想到唐军领头的那个人 竟然对着下军大喊 我就是大唐秦王 带队的下军将领一听 这李世民就带了四个人就敢来探营 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了 赶紧率领不下冲上前去 结果却被李世民一箭射死 上下的下军骑兵一看 赶紧回营 不一会从下军大营里冲出来了五六千骑兵 把李世民手下这三个骑兵吓坏了 李世民见了却只是哈哈大笑 然后让那三个骑兵赶紧回去报信 让李世纪他们做好准备 然后李世民自己跟于世靖德在后面垫后 一边往回跑一边不停的回身放箭 这俩人都是剑术高超 不一会就有十几个下军骑兵硬先落马 很快这对下军骑兵就被引到了唐军设服的丘陵地带 早就埋伏好的三路唐军一起杀出下军大败 下军败兵逃回大营 都见得听说李世民就用了几百骑兵 就重创了自己五六千人马 当然是勃然打怒 亲自率领数万人马冲到虎牢关下向李世民挑战 可这时候李世民却又坚守不出 任凭下军在城下如何叫骂挑战 唐军就是闭关不出 就这样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当然唐军这一个月里也不是真的一直不出关 他们只是不和关下挑战的下军主力交战 但是经常从小道出击去骚扰下军的良道 弄得窦剑德很是郁闷 于是斗剑德手下的谋士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唯卫救赵 就是不要再跟李世民在虎牢关这耗着了 而是转到北上去夺取上党 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 然后进取林粉 沿着前几年李渊锡进的那个路线 进入关中去夺取长安 其实说是唯卫救赵 但只是为了维护一下斗剑德内心的道德要求而已 如今唯卫是关键 至于能不能救赵 其实无所谓了 说白了就是趁着王世冲还没死透 先用他托住唐军的主力 然后下军去抢地盘 这层意思斗剑德当然能够领悟 于是立刻同意 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个战略是当时对斗剑德最为有利的一个策略 不过可惜的是斗剑德能想明白的时候 王世冲派来求救的使者们也能想明白 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面跑到斗剑德跟其他哭诉哀求 另一面呢偷偷用重金贿赂斗剑德手下的高级将领 最终斗剑德没能扛住这方方面面的压力放弃了北上的计划 还是决定留在虎劳关跟李世冰死磕 斗剑德把他的13万人马一字排开浩浩荡荡的扑在战场上 李世冰站在虎劳关上看着远处下军的一字长手战冷笑了一声 对身边的人说道 这帮人一看就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大战 显观之下竟然还这么嚣张 我们现在只要按兵不动 等到敌人士气衰落再一举出击就一定能够击败他们 下军排开阵势从清晨一直等到中午不见唐军出关迎战 于是也都变得十分懈怠开始三三两两席地而坐 见到下军已经士气低落 李世冰就派部将宇文士急带着一队人马先去试探一下敌人 下军没想到唐军会在这时候突然派出一队骑兵前来交战 立刻阵脚打乱 李世冰见此情景立刻亲自率领三千精锐骑兵直扑斗剑德的中军大战 这不知道斗剑德是怎么想的 明明大军争列阵仗外等着和敌军决战 大中午的斗剑德居然忙里偷闲 一板一眼的跟着一帮随军大臣在营中举行朝会 所以当李世冰的骑兵冲到斗剑德大战的时候 斗剑德虽然已经紧急调骑兵来支援了 但是调来了骑兵却被这帮上朝的斗剑德的大臣们堵在路上了 结果自然是下军打败 更倒霉的是斗剑德在逃离战场的时候因为受伤落马被唐军俘获 当李世冰压着被俘的斗剑德重新回到洛阳城下的时候 王世冲也只有开城投降 李世冰这次东征取得了远远超出所有人预料的辉煌胜利 几乎可以说是一战就平定了全天下 回朝之后唐高祖也觉得李世冰这次功劳太大了真是无以封赏 于是干脆专门为李世冰创造了一个职务天策上将 允许李世冰开设天策府自行聘用辽署 而且早在唐朝建立之初李世冰就被授予了尚书令的职务 虎劳之战之后李世冰利用尚书令的身份开设修文馆 就是后来的红文馆网罗天下明示 所以这时候李世冰以秦王府为基础 以天策府之武和修文馆之文相结合 俨然形成了一个小朝廷 面对这种局面 第一个着急的当然就是李世冰的大哥 当朝太子李建成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李建成在正史中留下的形象应该是不太真实的 其实从晋阳起兵到入主关中 李建成和李世冰一直是分领左右两军的 那也是一路浴血拼下立下了赫赫战功 只不过后来随着唐朝的建立 作为太子的李建成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朝政的处理上 不再轻易犯险领兵打仗了 不过即便如此 当李世冰率军东征王室冲的时候 李建成也亲自领军进驻蒲州 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防备突厥 而且之后确实也多次击退了南下侵扰的突厥骑兵 包括后来因为李渊处死了被俘的窦剑德 引得窦剑德旧部再次起义 也是李建成率军去平定的 但总体而言李建成的军功远不由李世冰卓著 麾下虽然也是人才济济 但多是文官缺乏善战的武将 再加上如今李世冰在虎牢关一举两克威震天下 李建成心里就更是深深的感到忧虑了 武德7年6月唐高祖带着李世冰和李元吉离京去同川的人治公避暑 留下李建成在长安监国 结果李建成利用这个机会 偷偷派人给庆州都督杨文干送去了打批的开点 杨文干本来是李建成的侍卫 后来升任为都督 而庆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 距离长安只有两百多公里 结果没想到李建成派去给杨文干送铠甲的部下竟然跑到唐高祖那去自首 说是太子派人秘密运送铠甲这是要谋反 唐高祖一听太子要造反非常震惊 一面立即调周边的禁军来保卫任志公 一边派人去招太子和杨文干来任志公 太子李建成奉命而来一到任志公就被唐高祖给抓了 而杨文干呢才见到了皇帝的使者之后居然真的起兵造反了 于是唐高祖就派李世民前去评判 据说就是这个时候唐高祖向李世民许诺 评判之后就改立他为太子便李建成为蜀王 可是当李世民得胸归来 特别是报告了杨文干和唐高祖派去的使者都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了之后 唐高祖一改原来的态度对改立太子的事绝口不提 只是责备了李建成破坏兄弟感情就把他给放了 然后把太子府和天侧府的几个蜀官流放 就算是了结了这桩太子谋反的大案 原来是在李世民出征期间齐王李元吉和后宫的几位嫔妃 一直在替太子辩解改变了唐高祖的想法 从唐高祖之后父亲建成还京师居首 唯则以兄弟不睦来看 李元吉应该是说服了唐高祖相信 李建成撕背铠甲结交江城不是为了造老爹的反案 而是为了防备功高镇主的二弟 至于说杨文干事件的爆发究竟只是被李世民偶然利用的一次意外事件 还是说真的是秦王府处心积虑策划的一个阴谋 这个不太好说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通过杨文干事件 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明白了父亲并没有更换继承人的打算 所以从此之后 兄弟二人接下来谋划的方向也就随之有了新的变化 当初李世民击败窦欠德和王室冲之后 除了被册封为天策上将之外 还被加授了陕东道大刑台上书令 成为了陕州以东最高的封疆大力 所以这时候李世民就决定花心思去经营陕东道大刑台的所在地东都洛阳 作为自己将来的后方 他任命门下侍郎温大雅为陕东道大刑台公布上书 代替自己镇守洛阳 这位温大雅原本是唐高祖在隋朝当太原留守时候的济世参军 就是秘书 后来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 叫大唐创业起居著 这本书里对唐高祖和李建成父子的描写和唐代官方史料中的形象 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成为了后人为唐高祖和李建成分案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除了温大雅之外 李世民还派了秦王府的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人马前往多样 而且临行前李世民还给了张亮大量的金银财宝 让他去山东结交豪解 然后这个消息就被齐王李元吉知道了 他就亲自跑到唐高祖面前检举张亮图谋不管 于是张亮就被唐高祖下令逮捕 但是张亮在被捕之后一言不发 审问他的人也找不到任何谋逆的证据 最后只好无罪释放 不过这件事倒是提醒了唐高祖 他就招来了李世民说 我看你和建成似乎是难以相容了 你们俩都待在京城那肯定会发生斗争 不如这样你是闪东到大邢台相书令 我就派你回到邢台所在地东都洛阳 而且我赐给你天子的旌旗 就像当年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一样 这样以后闪周以东都归你关下 李世民听完之后 误以为父亲是在试探自己有没有揽权的野心 所以立刻伏地痛哭 表示不愿远离父皇膝下 唐高祖就安慰他说 天下都是咱家的东西两经离的也不远 我想你了随时可以动身去东都 你不用为了这个伤心烦恼 这时候李世民才真的相信 父亲是真心实意的想外放自己去东都 避免兄弟之间的斗争 于是李世民赶紧领旨谢恩 回府准备出发 然后这个消息就被李建成知道了 他就招李元吉来商议 李建成说如果放秦王去洛阳 那他就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咱们就再也控制不住他了 如果把他留在长安 那在长安城里他不过就是个匹夫 随时都可以把他抓起来 李元吉也认同大哥的说法 于是兄弟二人各自去联络 唐高祖宠信的官员们 让这些官员上密折劝说唐高祖 不要让秦王去洛阳 最后唐高祖改变了想法 让李世民去洛阳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李建成把李世民扣在了长安 并不是这事就完了 他接着下大功夫去笼络 秦王府和天策府的文臣武将 凡是不受拉拢的重则贬折出京 轻则调离秦王府 到了最后李世民在秦王府的蜀冠里 真正能算得上是心腹的 就只剩下他大九哥长孙无忌一个人了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 太史令密奏说太白金星出现在正南方的五位 属秦帝分野 主秦王得天见 唐高祖自己就是因为秦宇才被认为是天命所归的 所以自然对星象这预兆一类的东西十分在意 他立刻招李世民入宫把太史令的密奏给他看 结果李世民并没有对这个天象的征兆做什么辩解 反而是开了个新的话题 他检举劫阀伐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 与树母尹德飞张洁瑜私通乱伦给父皇戴绿帽子 唐高祖听了李世民的话也是惊讶不已 想了想才说 那这明天招你们哥仨入宫审问这件事 你呢要及早入宫参见 而李世民的奏炮很快就被张洁瑜暗中得知 他赶紧派人去通知李建成 李建成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刻找李元吉过府商议 别看李元吉文质武功都比不上他俩哥哥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反倒是李元吉说了一句明白话 李元吉就建议李建成 咱俩明天都称病不要去上朝 然后呢各自在府中集合卫队 根据接下来形式的变化再做打算 因为很明显只是一些后宫捕风捉影的传闻 根本不足以缓解秦王当得天下的这个星将 会给李世民带来的危机 更何况作为绯闻焦点人物之一的张洁瑜 还能派人出宫报信 这就足以证明唐高祖心里 压根就没相信儿子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事 那以李世民的心智 怎么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无味挣扎呢 最合理的推测就是这事背后还有别的阴谋 如果李建成真是要听了李元吉的策略 那李世民苦心谋划孤注一掷的斩首计划 恐怕就得泡汤了 那真要是那样的话 那玄武门之变的结局也就变得难以预测了 毕竟李世民手中只有800人的秦王府护军 而李建成在东宫不仅有一支2000人的成林军 而且还有幽州总管罗毅送来的300精锐的幽州突击 然而再算上齐王府的护军 那就得3000多人 将近是李世民的四倍 可惜李建成自私做了九年的大唐太子 之前还有两年的唐王世子 自以为在长安城精英多年数大根深 丝毫没把李世民在长安城里的那点力量放在眼里 也正因为如此 当初把李世民留在长安的时候 李建成才会信心十足的说 秦王留之长安则以匹夫而取之意 因此李建成轻易的否决了李元吉的建议 反而决定明天兄弟二人一同进攻 趁其当场逼唐高祖表态罢处李世民 但是李建成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这几年连番操作先后霸出外放了秦王府和天策府的六十多名官员 他那宝贝弟弟李世民那哪是任人宰割委曲求全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动作没有反击呢 事实上李世民也一直在悄悄的收买笼络长安城中的关键人物 比如负责守卫工程的云辉将军靖军红 还有专职守卫工程北门玄武门的左屯中郎讲长河 正因为如此李世民才能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凌晨率领八百秦王府护军 以及长孙无忌玉池靖德侯军级张公金等人 顺利的通过玄武门进入工程 然后他们迅速的控制住了唐高祖 唐高祖在侯军级等人的监视脅迫下 带着裴继萧宇陈淑打几个进城 泛舟海池 无奈的等待着儿子们的最终结局 等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纵马进入玄武门的时候 工程早就被李世民牢牢的控制住了 进了工程之后后知后觉的李建成终于感觉到了气氛不对 拨转码头想要出宫 这时候李世民突然骑马从林子里出来 喊道大哥要去哪啊 李元吉毕竟是久在军中 他一看李世民一身戎装出现在面前 就知道大事不好 连忙张公搭剑射向李世民 但是因为太过紧张 李元吉连放三剑三次弓都没拉满 而李世民一剑就把李建成射落马下 当场丧命 之后李元吉也被玉池靖德射杀 东宫将士听闻事变立刻集合起来冲击工程 尽管李世民事先已经安排了自己妻子的舅舅 庸周至中高士连去监狱里释放死球 发给他们武器去长笠门阻挡太子卫队 但是那帮乌合之众怎么可能是精锐的太子卫队的对手 所以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很快就冲到了玄武门下 猛攻玄武门 就连靖军红都站死在了玄武门外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御车靖德拎着李建朝和李元吉的人头登上了玄武门的城楼 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一看主公一子 立刻丧失了斗志 纷纷四散逃命 然后御车靖德又拎着这两颗血淋淋的人头 从唐高祖那儿要来了太子齐王谋逆 秦王奉旨平叛的诏书 秦王府的兵马凭借着这道诏书驱丧了东宫和齐王府残存的守卫 杀死了李建朝和李元吉所有的儿子 为这场血腥的政变画上了句号 也为此后李唐皇室三百年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的惨烈内斗拉开了序幕 两个月之后 唐高祖将皇位让给了他这唯一还活着的嫡子 李世民登基继位改元贞官 就是开创了贞官盛世的唐太宗 作为儿子和兄弟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人生最大的污点 也正因为如此 传说李世民因为杀了自己的两个兄弟和十个侄子 备受良心的琢磨 总是担心家人的冤魂来找他索命 因此也不能备 于是他的两人爱将秦琼和玉石敬德 就每夜披甲持倾为他站岗 后来李世民觉得俩人太辛苦 就命人画了两幅画像贴在门上 这就是中国传统习俗贴门神的由来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 玄武门之变 那真的是唐太宗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决心的精彩体现 其实和后人以为的不同 当时的李世民并没有一手遮天可以再夺天下的诠释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所谓的玄武门之变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李建成尚书请辞太子之位 并且举荐李世民为新太子 李世民推辞朝臣们一同上述拥戴 李世民无法推辞只得接受 唐高祖下诏让位给李世民 李世民坚决推辞 三一三仗之后 李世民无法推辞 只好登基继位 这才是真正权倾天下的皇子的上尉之路 后来李世民的曾孙子李隆基就是这么个流程 从林子王变成了唐玄宗 李世民好歹也是唐高祖的嫡次子 而李隆基不仅是属出 而且四岁的时候就被他奶奶五四天下令过气给了早死的大伯父李红 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根本没有资格做唐瑞宗的继承人 所以说玄武门之变其实并不是强势的一方忍无可忍奋其反击 而是弱势的一方在缜密谋划之后孤注一支的奋力一搏 无论是在武德四年的虎劳关还是在武德九年的玄武门 毕竟人生在世有时候就得有点破釜陈州的勇气和决心 骰子已经治了就这样吧 太宗皇帝因为怀念当初和他一同打天下治天下的功臣们 哀伤其中不少人都已经故去 所以就让著名的画家十人降座少奸的严厉本 在皇宫的陵燕阁内描绘了长孙无忌、李孝公、杜如慧、魏征、房玄陵、高石莲、玉池靖德、李靖、萧宇、段志弘、刘弘基、曲都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陶军吉、张公锦、程之杰、于世南、刘征慧、唐俭、李济和秦琼 这24位功臣真人大小的画像 这也就是陵燕阁24功臣的有来 这其中有不少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 像是魏征、秦琼、李济也就是徐茂公 程之杰也就是程奥金 还有张公锦、曲都通、侯军吉、柴绍 这也都是贾家楼46友中的人物 不过和评书演义中描写的看起来大相径庭的是 马踏黄河两岸减打三周六府的秦琼秦二爷 竟然在林燕阁24功臣之中排名垫底 虽说在真实的历史中 秦琼没有了小说里的主角光环 但却仍然是一位战功卓著的猛将 早在秦琼还只是个隋朝的下级军官的时候 他当时的领导隋朝名将右销为大将军莱霍尔 就对他十分的器重 当时恰逢秦琼的母亲去世 莱霍尔专门派人去秦琼家里调丧 然后就有莱霍尔的部下感到很奇怪 就问他说 军中遇到丧事的人多了 将军从来都不过问 为什么今天唯独派人去秦琼家调研 莱霍尔回答说秦琼这个人有才华有武艺 而且还很有气节 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待在一个低位的位置 将来他一定能够凭自己的本事赢取富贵 后来秦琼归顺的李唐王朝以马军总管的身份 跟随着当时还只是秦王的李世民征讨刘武周 在美良川之战中立下战功 击败了刘武周麾下猛将御斥靖德 最终迫使御斥靖德归唐 得胜还朝之后唐高祖亲自赏赐黄金瓶给秦琼 而且还对他说 使朕肉可食当鸽以蛋饵 曠子女玉搏护 足见唐高祖对秦琼的器重 不光唐高祖如此器重秦琼 秦王李世民也是把秦琼当做自己的左膀右臂 根据史记记载秦王领兵出战 每次遇到敌军中有勇将在两军阵前耀武扬威炫武艺 就会命令秦琼出马 然后秦琼越马挺枪赐于万众之中 从来没失手过 不仅秦王对此十分赞想 就连秦琼自己也对此非常引以为傲 可是如此骁勇善战 战功卓著的秦琼 为什么在大唐功臣榜上只能排到第24位呢 这我们就得先解释一下 林燕戈24功臣的排序顺序 事实上唐太宗当时所给出的只有24功臣的名单 并没有专门为他们拟定一个特别的排名 林燕戈24功臣的排名顺序 基本上是按着唐代大臣上朝时候朝班的次序来排序的 简单来说就是首先是按着职官排序 还在世的按着贞官17年当时的官位 已故的按着死后追赠的官位 然后职官相同的按着爵位高低 至于爵位也相同的 死者大概应该是按着生前实际官职的高低排序 而生者大约是按着年龄的长幼来排序 而秦琼去世之后的赠官是徐州都督 属于正三品的中都督府都督 位列在同阶的12位大将军和六部尚书之后 而林燕戈24功臣之中的其他23位 不是一品的三公就是二品的上都督府都督 即便是同为正三品 那也都是诸如左领军大将军兵部尚书一类的指向 因此秦琼在这24个人之中依照直官排名最末 所以说所谓的排序争议其实并不是顺序本身 而是以秦琼的能力和功勋和他这个赠徐州都督的官职是否匹配的问题 尤其是和榜上的其他人相比的时候 在唐太宗理事民会下 有一支非常著名的骑兵武装玄甲军 注意随太宗皇帝南征北仗扫荡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 堪称是太宗会下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 玄甲军分为四军分别由秦琼、承之杰、御斥靖德和崔长孙四元大将同流 这其中崔长孙是唐朝正式建立之后才归睡礼堂的 所以并没有出现在林燕戈二十四功臣的名单之中 而其他两位承之杰和御斥靖德恰好可以作为讨论秦琼工业和人生的一个参照 在这之中承之杰的人生经历和秦琼更为接近 秦琼是齐州历城人就是今天的山东济南 承之杰是冀州东厄人就是今天的山东东厄 所以按照今天的行政区话 俩人可以算是山东老乡 当时虽然是属于不同的州县 不过想来应该也没有太大的文化差异 而且秦琼的父亲是北齐的咸阳王府陆氏参军 祖父是北齐的广阳王府济氏 而承之杰的父亲是北齐的冀州大中正 祖父是北齐的晋州司马 这些职务都是北齐的中村官职 所以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也很相似 后来两个人成年之后 秦琼在隋军中当了几年小军官 成之杰自个在家乡拉帮结伙当了几年山大王 然后各自先后归顺了瓦岗寨 再后来瓦岗寨的西卫王李密被洛阳的王世充击败 俩人一起归向了王世充 然后秦琼和成之杰很快就都发现 王世充这个人过于的奸诈狡猾 喜欢装枪做事 而且还特别的小心眼 所以就一起离开了王世充 投奔了唐高祖李渊 归唐之后 两人同在秦王帐下 秦琼是秦王府右三统军 成之杰是秦王府左三统军 然后秦琼和成之杰就一起在秦王会下 为大唐王朝日穴分战 武德四年 唐军一战平定了王世充和窦建德 确立了大唐一统天下的格局 战后秦琼和成之杰也是一同受伤 秦琼或封异国共 成之杰或封肃宿国共 虽然之后太子一党试图削弱秦王府的势力 所以举荐成之杰出任康州刺史 想把他调出京城 不过最终在秦王的干预之下 成之杰并没有去康州府任 而是从秦王府的左三统军 转任为右二府护军 兼领左一马军总管留在了长安 所以直到这个时候 成之杰和秦琼的官职仍然是相当的 而此时日后成为了秦琼庆建的御迟靖德 身为秦王府的左二副护军 官阶和秦琼二人大体相当 然而在玄武门之变之后 三个人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变化 御迟靖德官拜右五侯大将军 加靖州道行军总管 刺绝吴国公时封一千三百户 而成之杰所获封又五位大将军 加上国柱时封七百户 而且李世民成为大唐太子之后 成之杰出任了太子又位帅 然而自从五都二年归唐以来 一直和成之杰一左一右相辅相成的 充当李世民左膀右臂的秦琼 这回却没有成为太子左位帅 这个职位落到了他当年的手下拜将 御迟靖德的手中 大约也就是因此开始出现了所谓 秦琼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的坊间传闻 被认为是秦琼在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中 排名最末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实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旧唐书中的御迟靖德秦琼宝 成之杰段志宏张公锦列传中记载 从诸建成元吉是宁拜左五为大将军 十十封七百户 新唐书的驱途通御迟公张公锦秦琼 唐俭段志宏列传中的记载是 吉平尹朝公拜左五为大将军十封七百户 这里的尹朝指的就是后来追逝为尹太子的李建成和朝辣王的李元吉 所以说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不仅清楚的记录了秦琼作为秦王一方 参与了玄武门事变 而且从事后的论功行赏来看 秦琼在官职和封地的寿赏上和成之节是一模一样的 这份奖赏本身也可以反正 秦琼确实作为秦王府的部将积极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除此之外在旧唐书中长孙顺德的传记部分有这样的记载 武德九年与秦书宝等讨建成与党与玄武门 考虑到秦琼在秦王府一直是骑兵统帅 所以这个记载应该可以和旧唐书里李建成传记里的记载邀相呼应 太宗左右数百计来复难 建成等兵败碎散 不过这份功劳和御迟静德相比自然就要小得多了 因为御迟静德一直紧随秦王左右 在第一时间亲临玄武门第一线 而且秦王意外坠马 李元吉试图用工钱勒死秦王的时候 是御迟静德及时赶到射杀了李元吉 这份救驾之功 当然足以让御迟静德的功劳位居重任之上了 只是说到秦琼为什么在玄武门之变中细分这么少 那我们也只能是妄加猜测 或许秦琼和程之杰的骑兵是被作为后备军 在兵变中一开始留在了秦王府 毕竟在整个计划之中 秦王府里秦王家眷的安全是秦王一方最大的破绽 所以秦琼等人的骑兵最初可能是被安排守卫秦王府 等玄武门那边打局出定 再利用骑兵速度上的优势敢去支援协助收拾残局 因此虽然秦琼在玄武门之变中功劳确实不如御迟静德显著 所以地位后来也被后来居上的御迟静德反超 但是这个并不应该成为凭空意测秦琼立场 以及他对于唐太宗忠诚度的一个理由 至于玄武门之变以后 秦琼不仅是和御迟静德和成之杰的地位差距也被进一步的拉开 这就只能怪秦琼自己的身体了 旧唐书中记载玄武门之变后的秦琼说他其后美多疾病 而新唐书里的用词稍微温和了一点 说秦琼后烧遗疾 用秦琼自己话来说就是 他从小当兵打仗 大大小小参加了两百多场战斗 多次身负重伤 前前后后流的血就得有好几壶 怎么可能不生病呢 因此自从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后 直到贞观十二年去世 在这十二年里 秦琼所做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在家卧疮养病 仅此而已 相比之下 承之杰在贞观元年出任卢州刺史 持杰都督卢戎戎 三州出军事 平定了当地辽人的叛乱 后来又官拜左领军大将军 在惠图灵延阁的贞观十七年 承之杰还被授予了左屯为大将军的职位 后来更是一直活跃到了太宗皇帝的儿子高宗一场 而玉石敬德更是在贞观十七年以从一品的开辅一同三私之事 虽然唐太宗对玉石敬德的封赏之中包含了对功臣的回护之意 或许其中也有一些宠信偏爱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秦琼去世以后 玉石敬德仍然先后出任夫州刺史 都督夫访丹延四周诸军事 夏周刺史 都督夏隋寅三周诸军事 又继续勤勤恳恳的为大唐帝国克信职守的工作了五年 所以秦琼在林彦克二十四功臣之中排名最末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秦琼晚年身体不好 去世的又比较早 自然功绩就比不上其他几位 毕竟能够名列这份功臣榜的 那都不是等闲之辈 再加上秦琼寒门出身没有家世背景和人脉关系 在仕途上自然也会相对的吃亏一些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作为武德四年之后就少有功勋 贞观十二年就已经去世的一个三贫五官 贞观十七年惠图林彦阁的时候 太宗皇帝还记得为秦琼在功臣榜上留下一席之地 这也足可以看出秦琼在唐太宗心里的地位了 唐太宗因为自己的上位之路和表书隋阳帝太过相似 所以一直是以隋阳帝为界 虚心纳贱 尤其是和他著名的贱臣魏征留下了不少君臣佳话 也正因为如此 唐太宗才得以开创了名垂后世的贞观之志 不过有太宗亲自树立的典范在前 他的儿子们那也都是有样学样 太宗的嫡次卫王李太就一心想要复制父亲的成功 处心积虑的想要取代同胞哥哥太子李承贤 李太为了效仿当年太宗开手红文馆的故事 奏情主持编准扩帝制 记录天下地理 这样既能够网罗人才也能够赚取名誉 而太子李承贤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 他的手段更为简单粗暴 直接派了个刺客去刺杀李太 不过没能成功 贞观17年太宗第五子齐王李右因为喜好游猎结交宁臣 多次被齐王掌使权万纪犯言之见 而且权万纪还把情况报告给了太宗皇帝 结果李右派他舅妈的哥哥带人杀死了权万纪 而且把他的尸体肢解之后扔进了厕所 因此李右被太宗下令逮捕 最后以谋反罪被刺死 因为李右一直和他同父异母的大哥太子李承贤关系很好 所以李右被捕之后就牵连到了太子 使得李承贤之前派人去刺杀弟弟李太的罪行暴露了出来 继续追查之下 太宗竟然发现李承贤和他的叔叔汉王李元昌 表哥开化工赵杰 妹妹驸马都尉渡和 还有兵部尚书侯军吉 左屯中郎将李安衍 几个人曾经煞血为盟 觅谋造反 为了避免儿子们重蹈覆辙在线玄武门的故事 唐太宗忍痛处死了自己的弟弟外甥和女婿 还有曾经为他立下过汉马功劳的侯军吉等人 然后李承贤被废去了太子之位 流放乾州就是今天的重庆蓬水 而魏王李太也因为谋夺储位 被降为东来郡王 外放君州就是今天的湖北丹江口 御邦相争渔翁得利 太宗的敌三子晋王李治因此成为了新的太子 后来继承了大唐的皇位就是唐高宗 太宗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安排差点让大唐王朝中道崩足 唐高宗永辉六年 高宗想要废除当时的王皇后 改立皇无子李红的生母武昭仪为皇后 这位武昭仪当然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女皇帝武则天了 武则天的本名历史上没有记载 他当了皇帝之后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武赵 因为他刚入宫的时候唐太宗曾经辞名武媚 所以坊间流传了武媚娘这个名字 至于最著名的武则天 则是来源于他晚年成为太孝皇之后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为了方便我们就直接使用武则天这个最著名的名字 武则天的父亲是唐高祖晋阳起兵时候的从龙公权印国公五十月 母亲是隋朝远之宗室史安侯杨达的女儿 也算是关隆集团的外围成员 武则天一开始是唐太宗的才人 后来又成为了高宗的昭仪 再后来呢更是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被认可为正统的女皇帝 不过在永辉六年高宗提出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 这个想法遭到了朝中很多老臣的反对 比如他的亲舅舅有两朝雍丽之功的太尉长孙无忌 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来看 高宗对于武则天应该是很有感情的 但是这份感情也只能解释高宗为什么选择武则天作为新皇后 至于说要改立皇后这件事 高宗首先还是为了能够打压朝中最大的权臣 即勋贵外戚、贞观旧臣和观隆世家三位一体的长孙无忌 在改立皇后之前 其实高宗也曾经做过别的努力 试图从舅舅手中夺回本来属于皇帝的权力 可惜都为长孙无忌轻松化解 因此高宗决定废除长孙无忌所支持的世家出身的王皇后 一次来清洗朝中长孙无忌的支持者 而王皇后和高宗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 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结构 再加上王皇后失宠之后 和母亲一起以衍圣之术诅咒武则天 犯了宫中打忌 最终在代表了寒门世人的李不尚书许敬宗 代表了山东氏族的司空李济等人的指质下 高宗成功的改立了皇后 至于反对改立皇后的那一班官隆集团出身的老臣 像是长孙无忌 韩元 楚遂良等人 全部都被贬值发配 哪怕是在历后问题上 基本保持了持身中立的官隆豪门出身的尚书左铺叶余智宁 也没能幸免 被降之外放为荣州刺史 从此之后武则天成为了高宗皇帝最重要的助手和盟友 在打压关拢世家增强皇帝权威的战场上携手并进 不过可惜的是 后来因为高宗患上了家族遗传的心血管疾病 经常头晕目眩 严重的影响了他处理朝政 所以李唐王朝的最高权力慢慢的就落到了武则天的手中 这时候高宗身边的一个太监王富盛察觉到了高宗对于妻子揽权的不满 或者说是忧虑 于是趁机告发武则天私自招道士入宫 实行衍胜之术 高宗就和宰相上官仪说起了这件事 上官仪听了之后立刻建议高宗废除皇后 高宗一听上官仪这么痛快的就给出了废后的建议不觉心生疑虑 他突然想起了这个上官仪曾经是前太子李忠的太子手人 而王富盛当年也曾经是服侍李忠的太监 之前上官仪升任西台侍郎成为了宰相之一以后 就曾经向高宗表示过他很惦记前领导李忠的安慰 这个李忠是高宗的庶长子 后来被王皇后说为养子 所以就被立为太子 后来王皇后被废 李忠主动上书辞去了太子之位 让位给了高宗和武则天的长子戴王李洪 恰在此时得知消息的武则天指使亲信许庆宗尚书 弹劾上官仪勾结李忠和王富盛谋逆 最终上官仪王富盛还有上官仪的儿子上官廷之都被处死 李忠也被赐自尽 上官仪被杀这件事通常被传说是唐高宗剧内的表现 不过其实事实上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 高宗仍然保持着对朝局的控制 武则天的权势从来没有独自达到过当年长孙无忌的那种高度 上官仪被杀本质上是因为高宗猜忌关隆世家出身的上官仪 是想通过肺后来打压武则天的几个儿子们 从而让官隆集团当年主义培养了前太子李忠父位 不过高宗得的是需要静养的慢性病 很难通过治疗快速的恢复如前 为了避免妻子的权力越来越大 高宗就有了让位给太子的打算 结果还没等到高宗让位 太子李宏就因病去世了 后世学者根据史料中的记载推断 一般都认为李宏应该是从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患有肺结核 最终也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 但是因为得肺结核的人在死前通常会大量吐血 症状很像是中毒而死 所以也有传闻说李宏其实是被武则天毒死的 为的就是不让他继位来分割自己手中的权力 李宏死后他的同母帝拥往李贤被策立为太子 很快高宗下诏由太子监国代理朝政 李贤见过之后处理朝政很是得体 得到了大臣们的称赞和高宗的表扬 这个局面对武则天就构成了很大的压力 毕竟皇帝年幼太后摄政大臣们可以理解 皇帝生病皇后代为处理朝政大臣们也可以接受 但要是成年皇帝太后干政的话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虽然其实武则天后来迫于局势也还是这么干了 而李贤当时已经20岁了 就是搁在今天也早就成年了 而且他的性格也不像两个弟弟那么软弱容易被人控制 所以如果高宗让了给李贤 那么武则天就再也没有理由参与朝政 于是武则天就亲笔抄写了一份孝子传送给李贤 然后也经常写一些教育儿子要孝顺的东西 派人送过去 这就让李贤感到了深深的恐慌 他明确的感受到了母亲自理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不信任和胁迫 所以李贤就写了首诗 就是著名的黄台瓜词 中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令瓜息 三摘上次可 摘绝保慢归 伤感在权力面前母子亲情的不堪一击 李贤的诗写的虽然很感人 但是他自己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摘的命运 在李贤成为太子的第五年 武则天十分宠信的一个术士明冲衍被杀 成为了武则天和李贤母子彻底反目的导火索 这个明冲衍是江南官宦子弟出身 据说小时候和他爸的一个下属学习过法术 能够振邪驱魔隔空取物 法术高降 非常受高宗夫妻的宠信 有一次明冲衍给高宗的几位皇子看相 看过之后对太子李贤的向往不知可否 反而是大力称赞他的两个弟弟 说英王的相貌最像唐太宗 而相王的相貌是兄弟之中最显贵的 其实这一点明冲衍还真没说错 因为这位英王就是后来的唐忠宗李贤 相王就是唐贵宗李贤 两位著名的六位帝皇丸 但是明冲衍的说法在当时自然是引起了太子李贤的厌恶 于是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后来明冲衍被杀 武则天就认为是李贤派人干的 于是下令搜查太子府 结果杀人的证据虽然没找到 却翻出了几百副铠甲 其实皇子私藏铠甲这种事在唐朝 还真是可大可小的罪行 所以很喜欢李贤的高宗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武则天坚决不同意 最后在武则天一番义正词言 大义灭亲的高论之下 高宗不得不同意 将李贤的行费定为谋逆 废为庶人忧尽了事 然后武则天和高宗的第三个儿子 英王李贤就成为了新的太子 四年之后高宗去世 享年55岁 唐高宗性格温和为人简朴 继位之后也是历经图治 正是在高宗朝 唐朝最终灭亡了高沟利和西图爵 这东西两大强敌 版图达到了极盛 此外高宗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亲自主持科举考试的皇帝 被认为是殿氏制度的开创者 不过高宗的后人们并没有继承这个传统 殿氏直到宋朝才正式成为科举考试的定制之一 高宗去世之后太子继位就是唐中宗 中宗继位之后就立刻想要任命自己的岳父伟玄真当世忠 就是宰相之一 结果这个任命就遭到另一位宰相 中书令裴炎的反对 中宗一怒之下就对裴炎说 朕以天下于伟玄真 何不可 而其世忠也 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把天下都给了伟玄真 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还在乎一个世忠的职位吗 然后裴炎就把中宗的这句话 禀告给了当时已经成为了太后的武则天 于是中宗继位仅仅54天 就被太后下诏 变为庐陵王 软禁在了房州 就是今天的湖北房县 然后武则天最小的儿子相王李诞登上皇位 就是唐瑞宗 然后武则天本人这次明确获得了临朝称治的权利 代替瑞宗执掌朝政 武则天费立皇帝之后 唐朝开国功臣英国功礼稷的孙子徐晶叶就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 不过徐晶叶起兵的时候虽然打的是雍唐反武的旗号 但却没有得到天下人的认同 在众人眼中徐晶叶只不过是因为他自己被从梅州刺史的任上贬为柳州司马 对朝廷心怀不满 所以才借故起兵叛乱 因此武则天放心的派出了宗室名将唐高祖的唐帝 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梁俊公李孝义率军三十万去征讨徐晶叶 最终徐晶叶兵败被部下杀死了 不过徐晶叶有一个好朋友叫于宝嘉 曾经帮助徐晶叶打造兵器制造战车 后来徐晶叶兵败于宝嘉侥幸逃脱了朝廷的追捕 但是于宝嘉心里一直很害怕 所以他干脆直接上书武则天 建议在洛阳宫城的门外做一个同轨用来收举报信 这个同轨大概就类似于今天的信箱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往里放东西 但是要想往外拿必须有专门的钥匙才行 武则天对于宝嘉的这个发明很满意 种上了于宝嘉然后下令制作同轨 而且通令全国所有人不论官民都可以上书告密 所有来洛阳告密的人由朝廷提供车马实诉 哪怕是平民百姓武则天都亲自接见 而且检举有功的重重有赏 就算是胡编乱造的也不会受到惩罚 在武则天公开的鼓励之下 全国兴起了告密之风 愈演愈烈 就连同轨的发明人于宝嘉也被仇人检举 曾经参加过徐敬业的叛乱 最终恶人恶报伸手异处 武则天在公开鼓励告密的同时 也相应的启用了周兴来俊臣所原理等一批恶名涌流传的酷力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之下 自然就让李唐宗室们感受到了深刻的压力 唐瑞宗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东都洛阳的地标建筑明堂晚宫 这座高98米占地12000平米的巨大宫殿 也叫万象神宫 被认为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木制建筑 后来明朝修北京天坛起念殿的时候 就参考了明堂的省致 明堂竣工之后 武则天与瑞宗的名义召集宗室诸王一同前来参加明堂举行的祭祀落神的仪式 于是就开始有小道消息流传出来 说是武则天准备趁这个机会把李唐宗室一网打尽 然后唐高祖的一个孙子皇国公李传就伪造了一份瑞宗的密照 交给了他的一个唐侄子狼牙王李冲 让他举兵秦王 然后李冲通过他的父亲太宗第八子 曾经担任过太子太父的岳王李珍 又联络了李传的父亲高祖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家 以及高祖第十四子霍王李元鬼和他的儿子江都王李旭 高祖第十九子鲁王李灵魁和他的儿子范阳王李矮 还有高祖的另一个孙子东万郡公李荣 以及高祖的女婿受周刺史赵规 相约共同起兵讨伐武则天匡复礼堂 结果还没等到约定的日子李冲自己就率先以五千人马在伯州起兵 比较靠谱的猜测是李冲嫌弃他的这些叔叔爷爷们个个愁畜观望 没有点皇室的风范气魄真是愧为高祖子孙 所以想率先做个表率 但问题是这时候其他那几位王爷就是真的有心起兵响应 也都还没做好准备呢 最后只有李冲的亲爹李真临时拼凑了两千人马来支援儿子 最终当然只有失败 借着月王之乱的机会武则天大肆诸连礼堂纵 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就连多少年来都与世无争的高祖皇帝的女儿千金公主 也被吓得亲自上门给武则天送男宠 还恳请自己的这位侄儿媳妇一定要收下自己做干闺女 顺便提一句千金公主送给武则天的这个男宠 就是后来在武则天一朝大名鼎鼎的薛怀义 经过这一番清洗杀戮 担任次使都督握有地方实权的礼堂宗室伤王殆尽 宗室力量再也不能和武则天相抗衡了 两年之后僧人法名献上了大云经四卷 经文中说武则天是弥勞佛下凡当为天下之主 武则天读过之后十分高兴下令将这本书堪行全国 又过了两个月在武则天的宠臣 事与史傅游义的率先锤饭之下 朝廷百官各地百姓附属国的国君们还有和尚道士 甚至包括那些被武则天杀剩下的礼堂宗室 总共六万多人上书太后请求更改国号赐皇帝姓武 就这样在天下臣民盛情难却的一致拥戴之下 武则天登基继位改国号为周改元天寿 改洛阳为神都定为首都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位正统女皇帝 武则天在位一共14年 在此期间他大力推行科举制度选贤任能 提拔了不少寒门学子 这些被称为北门学士的人才 成为了武则天和他的子孙们最重要的智囊团 比如武则天时代的名相张俭之 还有后来辅佐武则天的孙子李隆基 开创开源盛世的名相姚崇 可以说正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夫妻二人的共同努力下 从西位开始延续了四个王朝的关隆集团的统治地位 一去不复返 中国皇帝必须和门阀世家共治天下的时代结束了 亡于马共天下的局面再也不会出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 毕竟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称帝 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难免在他的眼里 朝堂上的这些大臣们那都是李唐的遗老遗少 各个暗藏祸心 因此在武则天在位期间大肆中庸酷吏 就连被武则天尊为国老的亲信重臣敌人节 都没能逃过这种猜忌 一度被捕入狱 这就自然而然的将整个朝廷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派系斗争中来 再加上武则天本人笃信佛教 他自己本身就是借口弥勒佛下凡才夺取了李唐天下的 所以武则天称帝以后赏赐了大量的田产给哥迪的寺庙 这也导致了唐太宗建立的军天制的崩溃 成为了唐朝军队从辅兵制转换为木兵制 乃至于之后军阀藩阵割据的历史根源 因此在武则天在位期间 帝国的势力范围不断缩水 在北方的大草原上后突厥韩国再度崛起 阿什纳家族重新得以复兴 而在西南方向昔日的木林盟友吐蕃 开始成为了帝国有力的竞争者 不过武则天作为中国古往今来唯一一位 既握有实际最高权力 又同时正是享有国家元首称号的女性 他所要面对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外部压力 自然是其他统治者们所不能相比也无法想象的 后来北宋的历史诗家司马光就曾经评价武则天 写赏罚之饼以驾驭天下 正有己出明察善断 故当时英贤一静为止 不过武则天虽然是一代女皇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 他自己其实也有着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 武则天在位期间一度打算立侄子 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儿子武三司作为继承人 以此来保证今后的皇帝都能姓武 后来还是狄仁杰亲自为他答疑解惑武则天这才想明白了 到底是儿子跟妈亲还是侄子跟姑姑亲 这才重新召回了被贬为庐陵王的亲儿子李诞 重新策立为太子 武则天晚年也和不少男性皇帝一样宠溺后宫 方人后宫侍宠干政 他晚年两个著名的面首张义之张昌松兄弟 在武则天的纵容之下参与朝政不可一世 武则天的嫡长孙少王李崇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先慧 还有妹夫也是武则天的侄孙魏王五颜姬私下议论张义之兄弟 说他俩善权跋扈胡作非为 结果这些话被张义之知道了就告诉了武则天 没想到武则天竟然为了这个就刺死了自己的亲孙子亲孙女还有侄孙子 后来李崇润和李先慧的亲爹中宗李显复卫 就让二人陪葬乾陵 乾陵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灵情 不知道九泉之下两位王爷和公主有没有去爷爷那儿告奶奶的状 也正因为如此李先慧的墓成为了中国唯一一座帝后归制的公主墓 在武则天称帝后的第14年 当年国老敌人皆大力举荐的宰相张建之崔玄伟等人 联合禁军大将李多座发动兵变 杀死了张义之张昌宗兄弟 逼迫病中的武则天退位 然后拥戴唐忠宗复位 李唐王朝得以恢复 因为这一年是神龙元年 所以这次政变也被称为神龙革命 这里就不得不提句女皇的特殊爱好 改年号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欧洲的罗马建成纪元 或者像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耶稣诞臣纪元 这样通用的纪元方式 中国最开始是使用帝王登基的年数来纪年的 比如西周灭亡是在周幽王11年 就是说周幽王在他登基后的第11年 因为换太子结果被犬戎给灭了 后来从汉武第一开始有了年号 中国就开始使用年号纪念 很多皇帝在位期间其实只有一个年号 比如唐高祖年号武德 唐太宗年号贞官 之前的隋阳帝年号大业 后来到了明清两朝 除了明英宗这个特例之外 一帝亿元成为了定制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使用年号来称呼明清的皇帝 像是永乐帝宣德帝康熙帝雍正帝等等 不过在明朝以前 皇帝在位期间是可以改元的 比如据考证历史人的第一个年号是汉武帝的元寿 是为了纪念汉武帝有一次打猎的时候 打到了一只白麒麟 后来在元寿六年 有人在山西弗阳发现了一只三族宝顶 献改了汉武帝 汉武帝觉得这是个祥瑞 于是就改元元顶作为纪念 但是武则天对于改元的热情 是中国所有男性皇帝都无法相比的 武则天在位14年 用了15个年号 他在位期间每一年都是元年 神龙革命十个月之后 81岁高龄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在洛阳上阳宫的仙居殿内去世 临终前武则天把自己的尊号 从则天大圣皇帝改成了则天大圣皇后 同时还留下了一座引发了无数争议的无自卑 还有那句流传至今的著名遗言 几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中宗复伟之后 或许是因为觉得老婆孩子跟着自己颠沛流离 战战兢兢这么多年 十分的亏欠家人 所以听任妻子伟皇后和嫡女安乐公主揽权善政 伟皇后唯一的亲儿子少王李崇润 当年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男宠张义之被自己的亲奶奶赐死 因此无论是伟皇后还是安乐公主 都希望唐中宗能够效仿武则天女皇故事 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作为继承员 而这位安乐公主也确实是财貌双全 史书记载说她殊秀便民 光艳动天下 不过中宗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并没有答应妻子和女儿的要求 而是立了自己的一个庶子 卫王李崇峻为太子 但是李崇峻在成为太子之后 却在伟后和安乐公主母女的逼迫下 不得不起兵叛乱以此自保 最终兵败被杀 然后安乐公主为了成为一代女皇 不惜和母亲合谋毒死了父亲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 中宗是因为患有家族遗传的心血管疾病 所以因病猝死去世了 安乐公主没有想到的是中宗刚死 她的女皇之路就被人绊到截胡 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耀金 就是安乐公主的姑姑著名的太平公主 在太平公主的谋划之下 中宗的另一个庶子 温王李崇峰 成为了皇帝 改元唐龙 就是所谓的唐商帝 而伟皇后也和相王李旦 就是原来的唐瑞宗一起参之正式 一开始太平公主还是希望能够在伟皇后和李唐宗室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可是伟皇后不肯跟小叔子一起设政 于是就以皇帝的名义加封项王为太子太师 名声暗将架空了李旦的权利 这就令太平公主十分的不满 可是相王李旦号称是一生两次地位三让天下 性格过于的谨小慎微 很像他的曾祖父唐高祖 这样的人显然不可能成为颇有母亲风范的太平公主所能满意的盟友 深知自己这个哥哥平日里都是些什么露蜀的太平公主 做出了一个日后让他悔恨终身的决定 联合李旦的儿子林子王李农基 这位李农基当然就是后来大唐帝国的玄宗皇帝了 只不过唐玄宗的这个庙号取得实在是不好 因为后来宋朝的真宗皇帝追尊了一位赵氏始祖赵玄朗为圣祖天尊大帝 再往后清朝的圣祖康熙皇帝名字又是玄业 所以唐朝之后差不多有六百年的时间里玄字都是要避讳的 因此相较于唐玄宗这个称呼 可能不少人更习惯于用李农基的嗜好名孝皇帝来称呼他为唐明皇 李农基是瑞宗的第三个儿子 前面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嫡出的大哥李承契和另一个树出的二哥李承契 而李农基的母亲是瑞宗的德妃斗士 和唐高祖的妻子太母皇后童宗 算是太母皇后的远房曾之孙女 因为李承契是瑞宗的嫡长子 自然就是他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而李承契的生母是被高宗废掉的王皇后的表侄女 所以很被武则天厌恶 所以在李农基四岁的时候 他奶奶武则天下令 把李农基过继给了瑞宗早逝的同胞兄长 高宗和武则天的长子被追视为孝敬皇帝的李洪 等到李农基七岁的时候 霍峰王爵出阁开府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是他的奶奶武则天了 然后有一次李农基带着侍卫入朝 负责掌管宫廷禁卫的河内君王武仪宗 仗着自己是当朝皇帝的唐侄子 故意刁难李唐宗室 诚心为难李农基的侍卫 于是李农基大声呵斥他说 这是我们家的朝堂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竟然敢在这威胁我的侍从 这件事后来让武则天知道了 他觉得这个才七岁的孙子很是冒失的可爱 从此以后武则天一直对李农基十分欣赏喜爱 等到神龙革命李唐复辟之后 李农基先是被任命为鹿州别嫁 然后被召回了京城 回到长安以后 李农基就开始秘密的在禁军中发展自己的势力 与此同时一心想要成为二代女皇的安乐公主 也在处心积虑的想要除掉威胁自己女皇梦的叔叔 向王李诞和姑姑太平公主 所以李重俊兵变失败之后 安乐公主就在父皇面前诬陷叔叔和姑姑也参与了谋逆 于是中宗就让御史大夫萧志忠去审问向王和太平公主 结果萧志忠跪在中宗面前痛哭流气 说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忠一弟一妹而使人罗之亥之乎 这才最终打消了中宗要逮捕审讯弟弟妹妹的想法 但是即便如此 向王李诞仍然对已经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家族内斗 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愿表态 在这种情况下李隆基就通过和他从小关系就很亲的表兄弟 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敬 先线搭桥算是代表了向王一系和太平公主建立了联盟 开始密谋策划推翻伟后和安乐公主母女二人的统治 然后李隆基的部下就有人劝他说这么大的事是不是应该先禀告向王 李隆基坚定的反驳了这种想法 他说我准备举世是为了报效国家也是为了保护我的父亲 如果成功了那是祖宗保佑 如果失败了我是为尽忠尽孝而死死得其所 现在跟我爸说这不是让他担心吗 而且跟他说了以后如果他同意了那他就算参与进来了 万一咱们失败不也得被牵连吗 如果他要是不同意这事就不能办下去了 所以不能跟他说尽管李隆基说的是冠冕堂皇慷慨激昂 但是如果他举世失败怎么可能不连累向王 其实李隆基之所以坚持瞒着父亲行事 无非是为了成功之后能作为主谋赢得更多的政治资本吧 毕竟他只是向王的数字 在他前面还有一个敌出的大哥李成器 但是这事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隆基虽然小心谨慎 可是他的密谋还是泄露出去了 被兵部侍郎崔日用去了 崔日用是伟后的亲信武则天堂外上宰相宗楚克的老部下 算是伟后一党 宗楚克从刺史任上开始就一直对崔日用提携有加 不过中宗暴毙之后 崔日用一直心中坠坠不安 想要改换阵营 正好这时候听说林兹王有所密谋 于是连忙求见 崔日用就告诉李隆基 说伟后已经下令派遣韦氏子弟执掌进军 所以如果要有所行动的话一定赶快 很快崔日用带来的消息就被李隆基在进军中的亲信证实了 北亚进军和李隆基私交甚密的两个都尉陈玄理 葛福顺秘密求见李隆基 俩人告诉李隆基说是伟后已经下达了命令 任命他的唐帝韦瑞为魏魏统帅进军 韦瑞的几个侄子外上已经接管了左右羽林军 而且为了立威他们当众责打了军中好几个将官 陈玄理和葛福顺不幸都在其中 这位陈玄理可以说是唐玄宗在进军中最信任的将领 在后来的马威之变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而葛福顺本人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标病轻视的功绩 不过他有一个舅舅叫郭敬之 就是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唐朝名将郭子怡的父亲 再说二人任职的左右羽林军 因为驻扎在皇宫北门玄武门外 所以被称为北亚进军 北亚进军最早是由唐高祖从太原起兵的部队中挑选了三万精锐组成的 号称是原从禁军可以说是禁军中最嫡系最精锐的部队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李隆基赶紧星夜换上便服偷偷溜出王府 去拜访负责掌管工程出入的工院总监钟绍经 钟绍经也是李隆基回京之后重点拉拢的对象之一 他的时事组是三国时代著名的书法家中游 二人在书法界都十分有名被并称为书家双绝 钟绍经听说禁字王深夜便服到访 就已经大概猜到了李隆基的来意 不觉心中恐惧想要临时反悔退出密谋 这时候钟绍经的妻子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劝他说 你竟然已经参加了禁字王的密谋 就算你现在退出如果禁字王失败你一样完蛋 钟绍经一想也是于是赶紧出来拜见李隆基 最后二人约定在唐龙元年7月21的夜里发动兵变 当天夜里陈玄理、葛福顺策反了左右羽林军 杀死了军中的韦氏子弟 而李隆基和薛崇俭等人在钟绍经的帮助下秘密带兵入宫 入宫之后李隆基对前来阻挡的宫中禁军喊道 韦氏毒死了先帝危害社稷 今夜诸位随我一起诛杀诸位 于是宫中将士纷纷倒戈响应 韦后在宫中听闻事变连忙出宫逃亡羽林军的军营 没想到羽林军早就被陈玄理和葛福顺控制 韦后一到营中立刻就被斩杀 然后安乐公主和她丈夫五颜基以及其他韦氏党羽悉数被杀 就连和太平公主关系密切的中宗昭戎上官婉儿 也被当作是韦后同党一并被杀 当初上官婉儿听说兵殿发生就立刻带着宫女太监 手持蜡烛去迎接李隆基等人 结果后来上官婉儿发现自己也被当成是伪后的党羽 连忙拿出了她和太平公主一起拟定的让唐商帝继位向王辅政的中宗遗诏 去求中书舍人刘悠求 表示自己和礼堂皇室是一搏的 这刘悠求也是太平公主派来帮助李隆基的 所以她拿到这份遗诏之后就去见李隆基为上官婉儿求情 可是李隆基也不知道是因为不相信上官婉儿其实是太平公主的人 还是因为心里太清楚了这上官婉儿就是太平公主的人 反正她坚决的拒绝了刘悠求的求情 反而隶属了上官婉儿迎合伟后和安乐公主的种种势力 断然下令处死了上官婉儿 再后来据说是太平公主亲自动手把侄子唐商帝从龙椅上拎了下来 拥戴唐瑞宗复位 这就是堪称玄武门之变2.0版的唐龙之变 然后在瑞宗长子李承契国制以续国乱以功的一再坚持之下 李隆基被册封为皇太子 而太平公主不仅本人被加封到了万户 而且他的三个儿子薛崇简五重敏五重行也都被加封为异性王 可以说是达到了唐代公主权势的巅峰 李隆基在唐龙之变中表现出来的精明强干和杀伐决断 不仅为他赢得了很多大臣的支持 也引起了他父亲特别是他姑姑的忌惮 通过上官婉儿被杀这件事 太平公主深深感到了李隆基不好控制 所以总想劝说瑞宗另立太子 而李隆基年轻气盛也不想像父祖一样依靠女性来执政 所以也总想着要除掉太平公主 和太平公主一心想要干掉李隆基的心态不同 瑞宗毕竟是李隆基的亲生父亲 他心里对这个儿子还是颇有赞许的 所以瑞宗就希望在儿子和妹妹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平衡 他既希望能够保住儿子 让他将来在自己百年之后能顺利接班 但同时希望也能够维护住妹妹的利益 利用他的权势来制衡儿子 确保自己有生之年不要遭遇曾爷爷那样的悲剧 可惜的是瑞宗的这点愿望到最后还是没能实现 秉承着这份权力制衡的初衷 瑞宗给长子宋王李承契和侄子佣王李守礼 加收外周刺史 表明了他对异处的态度 这个李守礼是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 是唐高宗的长孙 细论起来对于皇位那也不是毫无关系的 而瑞宗的另外两个儿子就是李隆基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执掌宇林军的齐王李范和薛王李叶 也被调任为太子左右帅成为了李隆基的下属 这样一番操作之后李隆基就更加明显的从兄弟中脱颖而出 太平公主再想劝说瑞宗改离太子的已经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了 但是与此同时瑞宗也驳回了太子亲信姚虫宋景提出的 将太平公主夫妻安居到东都洛阳的建议 还为此将二人贬为外周刺史 而齐王薛王控出来的左右羽林为大将军的职位 也被交到了太平公主举荐的人选手中 然后瑞宗下旨太子监国 只不过这个监国的权力十分有限 太子只能处理六批以下官员的任命和流放罪以下罪行的判决 直到一年半以后 监国太子才终于被扶正 瑞宗正式让位给了太子改元先天 引领大唐帝国走向巅峰 然后又亲自拉着大唐帝国跌入深渊的唐玄宗 算是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不过瑞宗在让位给玄宗的同时也下达了诏令 三平以上官员的任免 仍然要由太上皇来处置 其实就一般情况而言 瑞宗的这个安排应该算是很完善了 已经可以保证朝中各方示意的制约和平衡 可惜的是他还是不够了解他这个儿子 这可是一位足以跟他爷爷太宗皇帝相提并论的人物 尽管玄宗这时候已经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大唐天子 不过朝局却并不处在他的掌控之下 当时朝中相当于宰相的同中书门下三平一共有七位 其中只有宋景一人是玄宗的亲信 然后由玄宗的另一位亲信仲臣瑶崇推荐的魏之谷 虽然恐怕得是算是瑞宗的人 不过和玄宗关系确实很不错 另外就是经过太平公主的亲信萧志忠利剑得以上位的陆向仙 虽然是太平公主举剑的 但却不愿意挡赴太平公主 而剩下的四位 萧志忠 崔石 陈义 窦怀真 那都是太平公主铁杆通的 而这长期以来一直在唐朝的历次政变中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北亚禁军 也在太平公主的亲信统领之下 在这种局面之下 玄宗就再一次策划一次玄武门之变3.0 先天二年 玄宗带着他的两个弟弟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 以及妻子的双胞胎弟弟王首一 亲信内侍高丽氏 名将李靖的侄孙也是玄宗的好朋友殿中少监李令万 率领三百亲信禁军突入羽林军大营 斩杀了太平公主举剑的左右羽林为大将军 然后玄宗指挥着北亚禁军冲入朝堂 逮捕斩杀了太平公主的亲信们 当时太平公主正在府中 突然听闻兵变连忙逃出长安城 躲到山中寺庙里 瑞宗也在兵部尚书郭元镇的陪同下 登上了皇宫的成天门城楼 玄宗亲自领军到城门下禀告事变经过 一旁的郭元镇两忙打圆场 说皇帝只是奉了太上皇的赵令 朱沙窦怀针等乱臣逆党 就这样在儿子的武力胁迫之下 瑞宗不得不认可了玄宗的做法 不过瑞宗皇帝也大可不必为此懊恼 正所谓天道轮回 四十三年之后 他的孙子宿宗会替他抱着一见之仇的 然后瑞宗还想替妹妹求情留下太平公主 的性命 可是这时候已经大群在窝一手遮天的玄宗 坚决要求指姑姑全家于此地 最终瑞宗无奈放弃 太平公主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刺死 已故的两人驸马的墓全都被推倒摧毁 只有太平公主的二儿子薛冲简 因为和玄宗自有关系亲密 又曾经在唐龙质变中立有大功 这才侥幸逃得一死 被贬值外放 最后克死他乡 然后瑞宗也不得不将手中剩下的权力全都交了出去 成为了真真正正的台上皇 彻底掌握了朝政的玄宗 开元盛世 被认为是唐朝的巅峰时期 而且玄宗爱读史书 总希望能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 为此玄宗还要求宰相为他推荐试读 以便在读书遇到困惑的时候有人可以答疑解惑 唐玄宗开创的试读制度后来在明清两朝成为了定制 唐玄宗在位的第23年自认为天下成平国力强盛 于是在皇宫正门五奉楼大宴群臣 而且还在五奉楼前的广场上举办同乐会 与民同乐 要求长安周围方圆三百里内所有的刺史县令 都要率领本地的艺人来同乐会向献议 各种音乐舞蹈戏剧表演一直持续了五天 这场在玄宗看来是欢庆盛世与民同乐的盛典 在后人眼中是成了唐玄宗从明军到昏军的重要转折点 从此以后 当年历经图治任贤选能的唐玄宗 变成了生活奢靡任人为亲的唐玄宗 就在玄宗大扑五奉楼两年之后 一场惊天大案震惊了朝野 唐玄宗的次子太子李英 第五子恶王李瑶和第八子国王李居 以谋逆罪被废为庶人 然后很快就被玄宗下去赐死 而在幕后主导这一切的就是开元年间的杨贵妃武惠妃 五奉妃是玄宗前曼乡最宠爱的妃子 受众程度绝不雅于后来的杨贵妃 尽管她只是会妃 但是在宫中的礼节待遇完全等同于皇后 开元十二年玄宗终于废除了原配王皇后 然后就打算正式立五奉妃为皇后 结果遭到了大臣们的集体反对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这位武惠妃其实是玄宗的远方表妹 是女皇武则天的唐侄女 为了阻止玄宗立武惠妃为皇后 大臣们甚至翻出了很多年前的陈年旧账 唐玄宗七岁的时候 就在他爸瑞宗刚刚被亲妈 从大唐天子废为武州皇寺的时候 有人密靠玄宗的生母斗士和嫡母刘氏诅咒武则天 结果二人被武则天派人招入宫中 就再也没有出来 后来武则天死后 瑞宗专门派人去寻找这两位妻子的遗骨 但却毫无所获 因此在绝对不能接受武则天家再出一个皇后的满朝文武的激烈反对之下 立武惠妃为皇后的事也就只好做罢了 眼见当皇后是绝对没戏了 武惠妃就想依仗着玄宗的宠爱弯道超车 将来直接当太后的了 于是武惠妃就和女婿驸马扬回密谋 打算劝说玄宗废掉现在的太子 改立武惠妃的长子兽王底茂为新太子 然后杨回就每天盯着太子 一旦发现太子有什么错处 就到玄宗面前去打小报告 再加上太子的生母赵丽妃出身低位又去世多年 所以玄宗慢慢的就有了改立太子的打算 然而玄宗的想法却遭到了宰相中夫令张九龄的强烈反对 其实朝鲜们之所以反对玄宗立武惠妃为皇后 就是猜到了之后武惠妃会进一步谋求用自己的亲儿子来取代太子 从高宗朝开始就饱受女主干政之苦的朝鲜们 再也不想在皇室的血脉中增加武家的基因了 不过到了开元22年 张九龄因为门生触怒玄宗被杀 受到牵连被贬出京 一直与武惠妃关心密切的李林甫接掌相位 就是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林九郎的原形 成于口密府建最开始就是用来形容他的 李林甫是李唐庞系宗室出身 是唐高祖六叔还王李一的玄孙 论起来比玄宗还要高上一半 李林甫取代张九龄担任宰相之后 就为武惠妃的夺嫡计划打开了方便之门 于是武惠妃就找了个机会派人通知太子 恶王和光王说宫中进了盗贼 要他们赶紧带兵入宫护驾 然后究竟是武惠妃骗术实在高超 还是三王智商太过有限 或者是这三位皇子心中真的有点别的什么想法 反正是他们听信了武惠妃的谎言 各自率领府中卫队冲入了宫城 听说三王已经带兵入宫 武惠妃赶紧假装慌张的跑到了玄宗跟前 说太子联合恶王光王谋逆叛军已经杀入宫中 玄宗一听勃然大怒 立刻调集禁军将三人逮捕 传职废为熟人 然后玄宗就去询问李林府接下来该如何处置 李林府就对玄宗说 这是陛下家事 不是臣应该参与意见的 于是玄宗下旨刺死了三人 当年太宗的太子李承贱 刺杀魏王李太魏随 还和亲王驸马朝中载职进军将领下雪为盟 密谋造反 被查获之后也指费为庶人逐出惊师了事 而这一次玄宗不仅刺死了太子 就连恶王和光王也全都杀了 即便是在皇室内乱贫壤的唐朝 如此处置也不可不为之冷酷无情 玄宗如此绝情的处理 恐怕也远远超乎了武惠妃的预料 因此经过此事之后 武惠妃被吓得一命不起 总是觉得三王的冤魂要来找他索命 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因此惊吓而死 更让武惠妃生前万万无法预料到的是 他这一番奸诈而血腥的操作 不但没能把儿子扶上太子的宝座 而且搭上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性命 还有他的儿媳妇 尽管武惠妃死后 李林府仍然继续坚持举荐 寿王李茂接言太子 但是最终唐玄宗还是选择了李茂同父异母的哥哥 吴王李渝为新太子 这是后来的唐宿宗李亨 而玄宗没有选择寿王当太子的一个原因 或许就是因为他老人家看向了寿王的王妃杨氏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贵妃 最先发现玄宗看上杨贵妃的是杨茴 杨茴原本是打算靠着岳母 慧妃在宫中受宠作为近身之路 结果没想到大九哥没当上太子不说 岳母大人还忍此灯灭了 就在杨茴寻找新的近身台阶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皇帝岳父似乎对自己的儿媳妇有点意思 于是杨茴赶紧去拜见玄宗最欺人的宦官高丽氏 把他的发现告诉了高丽氏 然后高丽氏经过一番观察 证实了杨茴的猜测 于是就找了个机会 在玄宗面前提起了寿王妃杨氏 然后经过玄宗和高丽氏主仆一番密谋 玄宗下诏 斥令寿王妃杨氏出家为女道士 代表皇室为玄宗已孤的母亲豆太后祈福 三年之后 玄宗为单身的寿王李猫赐婚 让她迎娶了左威右郎将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 这位伟王妃出身关拢集团的重要成员经兆伟氏 先祖是曾经在玉璧之战中 重创了北齐政权奠基人高欢的名将伟孝宽 然后又过了一个月 昔日的寿王妃杨氏从道观中环俗入宫 成为了杨贵妃 杨贵妃得宠之后 全家老少真的是鸡犬升天 他去世的父亲被追赠为太位 叔叔或封光禄卿 母亲和三个姐姐都被封为国夫人 就连杨贵妃的远房堂哥杨国忠 也借着杨贵妃的门路入朝为官 一路爬到了宰相高位 在成为了唐玄宗的宠传之后 杨国忠很快就和玄宗的另一位宠传 安禄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位安禄山可以说是当时玄宗朝的第一封疆大吏 身兼泛阳平鲁河东三镇解渡时 受封东平郡王 辖区包括了今天的北京 天津河北山西和辽宁 当时唐朝全国的正规军大概63万人 其中驻扎在关中巩卫京师的中央军 大概只有13万 剩下的这50万边军中 安禄山回下就占到了18万 唐玄宗天宝14年 公元755年 在经过了精心准备之后 安禄山谎称收到了唐玄宗密令诸杀阳国忠的密诏 以清军策的名义才泛养就是今天的北京起兵 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就此爆发 也成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像安禄山是东北浑雪湖人 出生在盈州柳城 就是今天的辽宁陵园 他父亲是苏特人 据说姓康 他的母亲姓阿什德 是一个突厥女巫 不过信仰的并不是突厥传统的萨满教 而是从伊朗传来的仙教 也就是拜伙教 索罗亚斯德教 安禄山本名叫压洛山 据说是取自突厥神话中战神的名字 也有说法认为这个是光明的意思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这位突厥战神压洛山 其实原型就来自于 灭亡了波斯帝国的马其顿国王 亚历山大三世 安禄山小时候父亲去世 母亲就带着他改嫁了一个突厥 番官安炎炎 于是就改姓安 还起了个汉名叫安禄山 安禄山长大之后 就开始在护士上做马牙狼 就是翻译员 不过当翻译的这点收入 远远不能让安禄山满意 所以他经常在护士上 干点偷鸡摸狗的兼职 开元二十年的一天 安禄山因为偷羊被抓 结果正好那天赶上平路街路 是张首归亲自来巡视 于是就在张首归不耐烦的下令 把抓到的几个小偷都乱棍打死的时候 安禄山高喊 大人不想平定叛乱的气单和吸毒了吗 为什么要打死我 张首归听了安禄山的豪言壮语 看了看他 觉得这个人长得挺壮士 看着也挺机灵 就下令赦免了安禄山 而且把他编入军队 当一个负责专门探听敌情 抓捕俘虏的捉生将 不仅如此 张首归还给安禄山派了个老乡当助手 这个人的名字叫史思明 安禄山和史思明搭档的十分愉快 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 不久之后 安禄山就被提拔为偏将 更是被张首归说为养子 后来张首归调人泛养节度士 自然就把安禄山也一块带去 泛养节度士是当时唐朝石镇节度士中 地位最高 权力最大 兵力最多的 安禄山作为泛养节度士的义子 那更是有很多机会去接触朝廷的亲屎 再加上安禄山这个人为人机敏 很会笼络人心 而且也舍得钱财去行贿 所以他的名字慢慢的就传到了唐玄宗的耳中 后来玄宗先是任命安禄山为平鲁兵马士 然后又升任为节度士成为了雄居一方的封江大吏 获得了进京面圣的词 安禄山进京朝见玄宗皇帝 很多玄宗皇帝的喜爱 据说安禄山身材肥胖 玄宗曾经看着安禄山的大肚子问他 说爱情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大呀 安禄山回答说 里面只有一颗对皇上赤诚的忠心 再加上当时的宰相李林府大力举荐安禄山 因为唐朝的时候还不像宋朝以后那样文臣武将敬畏分明 汉唐时代出将入相的事情十分常见 所以李林府就很担心边镇的节度士立了功德了名 入朝当宰相威胁自己的地位 所以他就借口胡人羞勇 极力主张提拔胡人将领统率边军 因为胡人大多没什么文化 就算立下了再大军功也没法进京当宰相 而安禄山则幸运的成为了李林府胡人之军策略树立的一个标杆 最后泛阳河东两阵节度士出圈 职务也都被安禄山见人 当然这一方面是玄宗皇帝宠亲安禄山 但是另一方面是因为契丹和西族在突厥的治治下屡屡南下侵扰 而且肃默默和建立的渤海国也日渐强大 打有统一默和诸部的架势 这些都对唐帝国的东北边疆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所以唐玄宗也确实需要一位能争善战兵力雄厚的封疆大吏 作战在那统筹全局 此后的安禄山可以说是仰寇自重 他虽然屡屡挑起边信 但大多都能取得不错的战绩 保洁长安妖功情长 所以就更得唐玄宗的宠信 被视为安边长城 唐玄宗甚至让自己的宠妃杨贵妃任安禄山当干儿子 奉安禄山为东平郡王 追赠安禄山已经去世的养父安燕燕 为泛阳大都督 由此开创了唐朝册封异性高级将领为君王的先帝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 安禄山犯下了一个冒进的错误 为了表示对安禄山的器重 玄宗带上了太子李亨 一同接见入朝朝间的安禄山 安禄山虽然是边将 但在长安耳目众多 对朝中事务也很是了解 他甚至玄宗对于如今的太子并不是十分的满意 而且朝中除了玄宗之外 罪令安禄山畏惧的右相李林府 也一直在举荐受王为太子 所以安禄山心中就算定了 李亨不过是一个因为年长而临时出了过渡一下的人物 将来玄宗一定还会改离太子 所以安禄山见到了玄宗和太子之后 只对玄宗行礼 然后监管礼仪的官员就呵斥安禄山 为什么没有对太子行礼 安禄山就装出一脸茫然的样子 说臣是边疆胡人出身 汉语可能不太好 不知道这个太子是个什么意思 玄宗就亲自给他解释 说太子就是镇百年之后继承皇位的人 然后安禄山假装恍然大悟 一边给太子行礼 一边说了 臣只只有天子 不只有太子 安禄山这一番夸张出格的举动 固然博得了玄宗的欢心 但却也着实得罪了太子李亨 出乎安禄山预料的是 直到李林府病死 李亨的太子之位也没有被顶替 这就让安禄山不得不担心起自己的未来了 于是安禄山就开始为玄宗驾崩之后 发动叛乱做起了谋划和准备 他先是从契丹西族铜锣等部族的降兵降将中 挑选出了八千精锐 一口气全都收为义子 号称叶洛阁 据说是勇士的意思 而这个铜锣部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 占据了一席之地的沙托人 而且安禄山还用自己私下提拔的亲信将领 取代了三阵中朝廷人民的将军 不过玄宗皇帝也认可了安禄山换将的行为 因为统于天下多年的圣人天子身信 安禄山不会起兵造反 这除了玄宗感情上的宠信之外 当时的客观环境本来也应该能够制约安禄山的野心 毕竟就在安禄山辖区旁边 就是身兼了拢幼和西两阵阶督时 拥兵十五万的名将歌书汉 就是唐诗北斗七星高歌书夜带刀 至今亏木马不敢过临桃中描写的那位勇将 而且安禄山的正妻康氏和敌仗子安庆宗 当时也都在长安 其实就是朝廷手里的人质 可惜的是玄宗高估了安禄山的纸商 而安禄山则高估了自己手下的这一帮藩将狐兵 最终一场大乱未能避免 除此之外 李林府的继任者杨国忠也应该为安禄山的叛乱负上相当的责任 其实戏论起来 安禄山作为杨贵妃的堂哥 那也算是安禄山的舅舅 只不过这对舅舅外上之间 一直互相看着不顺眼罢了 杨国忠接线宰相之后 既没有玄宗牵制平衡的术 也没有李林府洞彻人心的事 杨将国唯一能做的就是 有事没事就去劝说皇上杀了安禄山 至于说安禄山死了 谁来接替他征讨契丹和西族 压制号称海东圣国的渤海案 这就不是杨国忠需要考虑的事情 全等着皇上圣心独裁 因此玄宗虽然宠信杨国忠 但是在安禄山的问题上 他并没有听从杨国忠的建议 更何况如今玄宗皇帝已经70岁了 早就失去了当年主导两次宫廷兵变的锐气 因此也不想在安禄山的问题上 采取什么过激的行动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 安禄山确实没有夺取天下的能力 只是人们都有自己的主观倾向 没有人能够真正搜集到全部准确客观的信息 即便是得到了客观准确的信息 也不可避免的会被自己的大脑进行主观的架工处理 所以误判这种事在历史上就时常发生 不过安禄山或许是忌惮唐玄宗的皇帝威严 或许是真的感念玄宗的知遇之恩 也或许只是想找一个朝廷不稳的最佳时机 反正他原本是打算等到玄宗驾崩 新军计位的时候发动盘乱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毕竟在长安城里一直有人想点点安禄山这个火药桶 天保十四年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农历四月 杨国忠突然命令京兆府衙门包围了安禄山在京中的府邸 逮捕了安禄山的几个文客 一番审讯之后也没问出个子丑阴谋 更不要说密谋叛乱的证据 杨国忠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下达命令秘密处死了这几个人 门客被捕的消息就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聪 新夜派人传去了范养 安禄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心中恐惧决定提前举兵 等到了六月 玄宗为安庆聪赐婚 迎娶宗氏女荣毅郡主 召安禄山来京参加婚礼 可是安禄山却称病拒绝前往 然而直到这个时候 玄宗仍然自欺其人的相信安禄山 认为所有关于安禄山谋逆的奏报 都是记恨安禄山的人编造的谣言 当年农历11月更5日 正在华青池泡温泉的唐玄宗 得到了来自北都太原的急报 安禄山已经在七天之前 在泛阳起兵 叛军的一支偏使甲称入京进攻 偏驻守太原的北京副留守 杨光慧出营 然后绑架杀害了他 如今叛军主力以国定州 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朝暗朝 只有杨国中洋洋得意 一副早有先见之明的样子 跟玄宗说 造反了只有安禄山 他手下的将士们都是忠于大唐的 不出十天 一定会有人拎着安禄山的脑袋 来拜见陛下 满朝文武听完之后 无不打惊失色 深深的为丞相大人的智力水平 感到悲哀 恰好第二天 安息节度使封长青进京述职 玄宗就问封长青讨贼方略 封长青主动请应 去东都洛阳牧兵 征讨安禄山的叛军 于是玄宗就立刻降职 改封封长青为泛阳间平鲁节度使 前往东京牧兵平叛 这位封长青也是当时的一名名将 两年之前 刚刚击败了位于今天 巴控克什米尔的大伯律国 将吐蕃的势力逐出西域 但是随着之后 安氏之乱的爆发 大伯律之战也成为了 唐朝在西域进行的最后一场战争 克什米尔地区最终 还是被纳入了吐蕃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 玄宗还采纳了曾经担任 朔方节度副使的 户部尚书安斯顺的举荐 任命在家首校的 原朔方右乡兵马使郭子怡 为朔方节度使 郭子怡领命之后 举荐了纪国公李光碧 为河东节度使 最终为大唐帝国 平定了这次叛乱的两员名将 就此登场 这位举荐了 可以说是中唐第一名将 郭子怡的安斯顺 其实是安禄山 养父安严严的侄子 据说年轻的时候 还和安禄山败过靶子 不过和安禄山不同 安斯顺一直对大唐王朝 忠信更恶 但是因为安斯顺在仕途上 曾经多次得到 宰相李林府的体现 而李林府曾经在 当年的权力斗争中 整色对李光碧有知欲知恩的 唐朝名将 曾经身兼河西河东 朔方拢妖四镇节度使的王忠祀 所以李光碧 虽然曾经和安斯顺郭子怡 在朔方同牙为官 但关系却一直很恶劣 因此当李光碧刚一听说 郭子怡举荐自己去评判 前线河东做节度使的时候 就觉得这一定是郭子怡的阴谋 是想要自己去登炮灰 河东出力朔方领功 后来是郭子怡亲自在 李光碧面前抛干地胆的一番表白 才最终打动了李光碧 让李光碧相信 郭子怡的所作所为 都是出于攻心 是为了早日平定叛乱 就这样两人才兵释前嫌 开始了之后的京城合作 不过和郭子怡李光碧相比 封长青的处境就有点不妙了 封长青虽然也是一代名将 但是久在边关只知军旅 既不懂政治 也不了解内地的实际情况 就贸然在玄宗面前夸下了海口 等真到了东都洛阳 封长青立刻就杀养了 他虽然在洛阳招募了六万新军 但这六万人真的只是个数字 这些人不仅都是当地的市井 无赖 毫无纪律 而且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 封长青就试着用这六万人去守卫武官 希望借助地形的加持 勉强支撑一下 结果没想到叛军骑兵一冲锋 这六万新军立刻四散奔逃 溃不成军 之后封长青努力收拢败军 继续抵抗但却四战四败 连洛阳城也丢了 却都一路向西退去 等封长青的败军退到陕郡 就是今天的河南三门侠的时候 遇上了他当年在安息的老上司 如今的兵马赴元帅高先知 封长青告诉高先知 安禄山的叛军十分精髓 势不可挡 自己已经血战多日 连战连败 如今的局势是陕郡无险 同军无兵 如果再贸然和叛军交战 一旦兵败的话 那长安可就危险了 目前最好的策略是 集中手头所有的兵力聚守同冠 高先知接受了封长青的建议 下令全军西授退守同冠 而且还传令河东 命令把北都太原调来的粮食 也都运到同冠 高先知违背玄宗旨意的做法 就给了之前向他所会不成 一只怀恨在心的尖门将军 宦官边令城罗之陷害的机会 边令城密奏唐玄宗 说封长青夸大叛军的力量动摇军心 高先知听信了封长青的谣言 白白放弃了闪军的土地 而且他们俩还贪污军粮 自幽在宫廷阴谋的耳濡目染下长大 亲自策划了两次兵变的唐玄宗 对别人的不信任 那也是一句随着他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 再加上这次安禄山出乎玄宗意料的叛乱 更是让年已七旬的玄宗对边将们 生出了不少猜忌之心 因此玄宗听信了边令城的密奏 下令处死高先知和封长青 据说边令城带着玄宗圣旨去处战高先知和封长青的时候 营中将士一体为二人喊冤 但是作为始作勇者的边令城 当然是对此充耳不吻 而顺利占据了洛阳的安禄山 可以说此时是智德一万 认为长安城只日可破天下唾手可得 于是在一帮同党的拥戴下在天保十五年的正月初一 自称皇帝 国号大烟 年号圣武 再说唐玄宗那边杀了封长青和高先知之后 玄宗已经是几乎无人可用 所以不得不起用了 早就因为中风卧病在床的原拢右肩和西节度是戈书汉 为兵马副元帅 接替高先知统帅同关的大军平定叛乱 不过这时候的戈书汉连马都骑不了了 虽然昔日威名尚载 但是显然已经没有精力甚至没有能力去处理如此繁重的军务 因此戈书汉就把日常的军务委托给了担任行军司马的御史终成田凉丘 可是这个田凉丘尽管出身 在军中没有根基 他自己也不愿意在这种存亡之秋去承担过多的责任 于是也学着戈书汉的样子把权力下放 可问题是此时同关军中 骑兵主将王司礼和步兵主将李成光不和 而郭书汉也只是简单粗暴的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威望去压制二人 结果反而进一步引起了军心缓散 郭书汉虽然无心军物 但却有闲情意志搞政治斗争 他伪造书信诬告安斯顺和安禄山有勾结 想利用安斯顺和安禄山之间的亲戚关系 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 尽管安斯顺是李林府提拔起来的人 但和杨郭忠之间一直没有什么矛盾 而且他又是如今朔方前线主将郭四一和李光碧的老上司 况且如今安禄山反叛 高先知封长青被杀 朝廷里做过节度史 又和戈书汉资历相当的 也就剩下安斯顺了 所以杨郭忠就想救下安斯顺 作为牵制戈书汉的力量 结果却没有成功 因此杨郭忠开始畏惧戈书汉 然后有小道消息从同关前线传回长安 说王思李也曾经建议戈书汉派五十经济去长安 绑架杨郭忠 压倒同关当众斩首 换取叛军退兵 因为当初安禄山起兵时候打的旗号 就是诛杀奸臣杨郭忠清军策 虽然戈书汉没有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 但是他也没有表示反对 这就更加剧了杨郭忠的恐惧和愤恨 于是他就利用宰相的职权 招募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 交给了新副将领杜谦运统帅驻军霸相 名为后援 其实就是监视戈书汉 结果戈书汉奏请唐玄宗 将霸相的这一万人的指挥权也要了过去 然后还找了个理由把杜谦运给杀了 这让杨郭忠和戈书汉之间就势同水火 关系再也无法挽回了 而这个时候 其实原本整个战局已经开始出现了 有利于唐朝朝朝廷的变化 朔方的郭子义和李光碧 击退了试图切断朔方和河东两地唐军良纪的叛军 收复了马义军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朔州 成功的夺回了北都太原的北方门户燕门关 保证了大唐王朝龙兴之地的安全 而且当初安禄山的叛军之所以能够长驱止入 并不是像唐玄宗哀叹的那样 二十四军无一一事 而是因为天下成平多年 中原百姓几代不施兵戈 所以叛军南下声势浩大 各地惊恐 当地的官员们也都是或降或逃 不知所措 但是很快随着叛军主力南下 那些留在叛军后方的唐朝官员们 开始缓过神来 纷纷反正 在后方打击叛军 玄宗口中的二十四军里 如今马义军已经被郭子义收复 而剩下的二十三军中 只有范阳 卢龙 蜜云 鱼阳 吉军 叶军 这六个军仍然处在叛军的有效控制之下 而其余的十七个军 都已经重新被忠于唐朝的官吏将帅们所掌握 他们攻推平原郡太守 著名的书法家严真卿为盟主 集合各郡兵马 号称三十万 抵抗叛军 不过这些唐朝官吏们虽然声势浩大 但内部却仍然是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 彼此之间的权力斗争丝毫不逊于之前的太平之势 因此虽然一时之间大有波论反正的气象 但是并没有真的给叛军致命一击 就此平定叛乱 反而倒是给叛军提供了不少各个击破的机会 叛军大将史思明听说十七军结盟效忠唐朝之后 立刻率领自己的部队 就近包围了参与会盟的长山军 而长山军的太守正是颜真卿的唐哥 严稿青 严稿青虽然困手孤城 但防守得法 史思明屡功不可 但毕竟史思明人数众多 所以严稿青就拍部下突围 去向太原引王承业求救 严稿青自以为和王承业有点交情 因为叛乱爆发以来 长山和长安之间的联系中断 所以长先军以及叛军后方其他各军的情况 严稿青都是通过王承业转走朝廷 可是严稿青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王承业一直在私自篡改严稿青的所抱 他把严稿青等人平叛的功劳 全都算在了自己头上 以此来向朝廷邀功请赏 如今王承业听说严稿青被史思兵大军包围 危在旦夕 那当然不能为了朝廷大局 就轻易放弃这个借刀杀人的好机会了 所以王承业拒不出兵 最终长山城破 严稿青被叛军俘虏 押送洛阳 到洛阳见到了安禄山 安禄山指着严稿青大骂 说你原本不过是范阳的一个虎槽 是我一路保健才几年的时间 就把你提拔到了太守的高位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竟然敢背叛我 严稿青听了安禄山的话 也愤怒的回答说 你不过是盈州一个放羊的胡人 皇上把你提拔到三镇节度史的高位 恩宠无比 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竟然敢反叛朝廷 我们家世代都是大唐臣民 我做的是大唐的国 俸禄也是朝廷所发 虽然是你举荐的 但也不能为了这个 就跟着你反叛朝廷 我杀你那是卫国讨贼 怎么能说是反叛呢 你也甭废话 赶紧把我杀了 然后严稿青 以及他的副手 长山长使 袁吕谦 还有全家三十多口人 一起惨遭叛军杀害 据说一直到刑场上 严稿青忠然是骂不绝口 最后安禄山下令 先用钩子钩断严稿青的舌头 再将他杀害 五百年后 宋朝的末代丞相文天祥 在他著名的正气歌里 就有一句 为严长山舌 来纪念这段往事 虽然后方的义军 并没有能够给予 安禄山致命的打击 不过叛军被挡在 同关之下进退不得 还是陷入了 进退围固的尴尬阶 眼见叛军 士气日渐低落 恼怒的安禄山 不断督促他的 先锋大将崔前右 赶紧向着 崔前右 名思苦想之下 决定使用 颇为老套的诱敌之计 他把自己麾下的 金兵全都隐藏起来 只留一些老弱残兵 零零散散的部署 派人放出消息说叛军主力 已经挥尸北上去防备 郭子义李光碧攻击泛阳了 如今在陕郡 只有四千叛军 而且都是老弱病残 戈书汉酒精沙场 当然不会上当 所以继续力主坚守 但是这些消息 传到长安之后 急于挽回盛世天子 颜面的唐玄宗 看到了平定叛乱的曙光 于是下令戈书汉 立即出兵 收复东都洛阳 而宰相杨国忠 也力主出兵 只是说杨国忠 究竟是因为军事水平不清 真的上了叛军的当 还是想借着叛军之手 削弱甚至除掉戈书汉 这其实都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戈书汉 在圣旨的一再催逼之下 只得率领同关的 这二十万乌合之众 仓促出关 崔前又故意留在 同关外的那些老弱病残 当然很快就被唐军击溃 有的唐军将领 就建议戈书汉 建好就收 不要中了叛军的诱敌之计 可是戈书汉心里明白 圣旨上写的是要收复东都 以唐军宗的心思机密 如果小胜即归 那明显是在糊弄皇上 还不如一开始就坚决不出关 毕竟高先知 封长青的前车之舰就在眼前 所以戈书汉 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 唐军行进到陵宝境内 这里北面黄河南靠小秦岭 地势复杂 号称是七山二园一分川 这里的园也是够贺的意思 唐军在峡谷之间列队行舰 叛军利用木柴堵塞道路 又用火攻 唐军大乱自向残杀 不少唐军士兵跳进黄河 想游到随军行进的梁船上逃命 不少梁船都因此轻负 戈书汉指挥着剩下的唐军 努力冲出重围撤回通关 之前为了死守通关 戈书汉命人在关前挖了三道深沟 结果现在败退的唐军急于逃命 自相践踏 不少人都被挤进了自己挖的沟壑之中 很快几道深沟都被唐军士兵的尸体填满了 叛军骑兵得以直冲关下 戈书汉虽然侥幸逃回通关 但是领保惨败 雪的唐军军心大乱 戈书汉的几个部下发动叛乱 绑了戈书汉开关投降叛军 通关失守的消息传到长安惊师振动 天保十五年六月十三的清晨 在龙武威大将军陈玄李率领的禁军保护下 玄宗带着皇室成员和一些还没来得及逃走的大臣 打着亲征叛军的旗号逃离了长安城 打算逃往四川 而这一线距离戈书汉被迫出关 仅仅过了八天 不过经此人生巨变的重击 玄宗在走向他政治生命尽头的时候 似乎又恢复了一点点当年开创开元盛世的圣主风范 杨国忠建议实行焦土政策焚会国库 省得里边的财帛落到叛军上 但是玄宗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说叛军打进长安 如果什么都得不到 那一定会去劫掠百姓的 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们去抢国库呢 别再给百姓增加灾难了 后来杨国忠又派人放火烧桥 想阻断叛军可能的追击 唐玄宗听说之后又说 老百姓也要逃避叛军求生 怎么能阻断他们的求生之路呢 然后就赶紧派高丽氏带人去灭火 大军行进了两天 到了今天陕西兴平境内的马维坡 因为仓储逃利 所以携带的粮食不足 上次玄宗下到随行的皇子皇孙文武官员 都要依靠沿途百姓贡献的事务冲击 至于普通的禁军士兵 就只能自己去村落中找吃的 因此禁军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就越来越大 为了缓解将士们的不满 陈宣礼决定把矛头指向杨国忠 他就想让太子宠心的宦官李府国 帮他去劝说太子 一起去找唐玄宗请愿 杀了杨国忠以安军心 然而就在太子李亨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禁军士兵们就已经按捺不住 自发行动 他们不仅杀了杨国忠和他的儿子 还有杨贵妃的两个姐姐 而且还包围了玄宗的住处 要求诛杀杨贵妃 玄宗亲自出来安抚将士 但却没有什么效果 这时候高丽氏就来亲自劝玄宗 他说杨贵妃确实没有什么罪过 但是如今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等人 如果还留杨贵妃在陛下身边 将士们怎么可能安心呢 他们肯定会担心杨贵妃之后报复 如今只有禁军将士们安心了 陛下才能安心 这样一番劝说之后 玄宗才最终同意 赐死了杨贵妃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禁军将士们又把皇帝围住了 毕竟禁军将士大多是关中人 不愿意远离故乡 跟着玄宗去四川 将士们就说杨国忠虽然已经被处死了 但是他之前兼任贱南道节度时 属地的官员都是他的部下亲戚 陛下这周去属地太不安全了 我们愿意护卫陛下返回京师 誓死守卫 如果陛下不愿意回京师 那也可以去北都太远 没有必要一定入属 可是这时候玄宗入属的决心已定 他敷衍了禁军将士们几句 就让陈玄礼设定亲信 追随自己先行出发 留下太子安抚中军 这时候不仅是禁军士兵 就连当地百姓也都凑了上来 跟太子说 既然皇帝执意入属 那就请太子留下来主持平叛 我们都愿意送家中子弟参军 追随陛下向东平叛 如果皇上和太子都去了属地 那中原百姓该任谁做主公啊 这时候李府国还有太子的长子 广平王李处 就是后来的唐代宗李玉 以及太子的第三子 建宁王李潭 也都劝太子趁其留下 和玄宗分道扬镳 最终太子同意派李处 去追赶玄宗的队伍 禀告此事 李处见到爷爷的时候 年迈的玄宗正眼巴巴的等着太子 听了孙子的禀报之后 玄宗皇帝终于明白了 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 那个一言九鼎的圣人了 而太子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 唯命侍从的窝纳王爷了 于是玄宗长叹一声 天也便掉头而去 而玄宗这次带走的 不仅仅是几万禁军 还有他曾经参与创建的 那个辉煌璀璨的大唐盛事 而太子李亨则在亲戚宦官 黎复国等人的护卫下 北上领悟 在朔方河东两间将士的拥戴下 宣布继位 改元智德就是唐肃宗 而玄宗则被姚尊为太上皇 在宿宗继位的整个过程中 出力最大的当属这位宦官李府国 李府国原名李静忠 府国这个名字是后来宿宗皇帝亲自的 后来李府国作为一个太监 不仅掌握了兵权 而且家风开府一通三司 卫通三公 迎娶了出身北魏皇室后裔的 关隆集团重要成员 已故的吏部侍郎袁熙的侄孙女 甚至到了代宗朝 还被家风为伯禄郡王 开创了唐朝宦官封王的宪帝 不过要说到唐代宦官尊权的源头 还真不是李府国 而是他的老领导 大名鼎鼎的高丽氏 就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那位郭丽氏的原型 有一种说法 说唐玄宗李农基的一生真爱 并不是杨贵妃 也不是武贵妃 而应该是高丽氏 高丽氏本名冯元一 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王室 常乐冯氏的后裔 先祖因为王国之后 不愿归降北魏 所以跨海南渡投奔了南朝的刘宋 后来高丽氏的曾祖父 在岭南为官的时候 迎娶了当地部族酋长的女儿 从此成为了当地的豪族 而高丽氏的结尾高祖母 就是后来被中国总理周恩来 称为中国金国英雄第一人的 李族圣母贤夫人 后来在南辰 隋唐几代 冯家祖孙几代 都担任刺史一级的官员 后来到了武周朝 高丽氏的父亲被人诬陷谋反 高丽氏父兄被杀 本人也被伐末入宫成为了一名宦官 入宫之后 高丽氏被内侍省太监高严福 称为养子 这才改名高丽氏 早在玄宗还只是个藩王的时候 高丽氏就十分看好这位王爷 倾心结交 两个人也是十分的投缘 在唐龙政变的时候 高丽氏就是玄宗最重要的助手 和密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后来玄宗继承地位之后 就任命高丽氏为内体士 后来高丽氏又在先天之变中 积极谋划 亲力亲为再一次为玄宗立下功劳 因此称为内侍兼 而且还兼任了右肩门卫将军 虽然之前中宗朝的时候 伟后就曾经任命内侍薛斯简 出任左肩门卫大将军 算是唐代宦官接掌军权的开端 不过高丽氏还是可以算作是 唐朝第一个长期握有禁军统帅权的换务 不过和后来架空甚至杀害皇帝那些全焉不同 高丽氏对玄宗坚的是赤胆忠心 忠欲至少 也时常对玄宗有所劝谏 也确实对得起玄宗对他这份信任和器重 唐宿宗直到二年 唐军从叛军手里收复了长安 玄宗作为太上皇也从成都回到了长安 回到长安以后 玄宗居住在兴庆宫 这里原本是玄宗做藩王时候的府邸 当时的玄宗和他的大哥宋王李承契 二哥身王李承义 还有两个弟弟齐王李范和宣王李叶 府邸相连共同居住 号称五王子柴 因为这里原本是皇宫之外的普通住宅区 所以即便是改造成宫殿之后 仍然比临结实 有一次玄宗闲来无事 到兴庆宫的秦政楼上小座 楼下街巷上过完了百姓之中 突然有人发现玄宗正在秦政楼上 于是便立刻朝着玄宗跪倒口呼万岁 然后街上的百姓们纷纷跪倒 高呼太上皇万岁 声音惊天动地 玄宗见此情景也是十分感动 不禁留下两行热泪 而当时宿宗正在生病 所以李府国就担心 万一皇帝死在了太上皇前面 那他自己的前途就该完蛋了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 添油加醋的告诉了宿宗 说虽然现在太上皇已经退位多年 但是威望还在 他身边的高丽氏陈宣礼 这些人都是奸臣 天天蛊惑太上皇 而且兴庆宫位于皇城之外 不够安全 不如把太上皇 迁到比临皇宫的太极宫 宿宗和玄宗父子之间 也是新村借地很多年 所以宿宗就同意了李府国的建议 于是李府国就从禁军中 挑选了二三十个老弱残兵 去兴庆宫帮太上皇搬家 玄宗也知道 自己如今只是个空头的太上皇 所以也只有无奈的配合搬家 可是玄宗没有想到的是 等他的仪仗从兴庆宫出来之后 李府国在兴庆宫到太极宫之间 大街上安排了众多的禁军士兵 而且只听骑在马上的李府国一声令下 这些人都是兜出窍攻上前 李府马上就要杀人的架势 吓得玄宗当场就从马上掉下了 两边的侍卫赶紧跑过去 搀扶着老皇帝重新上马 跟在后面的高丽氏见此情景 立刻催马上前 怒斥李府国 说太上皇是五十年的太平天子 你李府国也是两朝老臣了 怎么敢如此无礼 还不赶紧下马 听了老领导的呵斥 李府国也是吓了一跳 多少有点心虚 赶紧从马上下来了 可之后李府国又回过外来了 自己才是大权在握的当朝红人 于是对着高丽氏说了一句 老头子怎么这么不懂事 说完突然拔出佩刀 捅死了高丽氏的一个随从 这可怕在场的唐玄宗吓坏了 然而高丽氏见此情景 却一点都没有发出 他不再理会李府国 而是转而对两边列队的禁军将士说 太上皇问各位将士安好 这句话一说完 两边的禁军将士一起把刀收回刀销 同时跪倒高呼太上皇万岁 紧接着高丽氏突然又对着李府国打喝一声 李府国过来为太上皇牵马 这时候李府国算是真的被高丽氏振着了 乖乖的走过来和高丽氏一起 一左一右牵着玄宗的马 护送玄宗到了太极宫 到了太极宫之后 玄宗激动的握着高丽氏的手说 今天要不是将军 朕就要成刀下之鬼了 后来对高丽氏怀恨在心的李府国 趁着肃宗并重假传圣诀 将高丽氏流放 两年之后 即使一代圣主 也是一朝昏君的唐玄宗在软禁中病逝 仅仅13天之后 久病在床的唐宿宗也跟着撒手怨婚 然后宿宗的长子继位就是唐戴宗 戴宗登基大赦天下 高丽氏才得以获释返回长安 在回长安的路上 高丽氏见到两位皇帝的遗诏 得知玄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之后 高丽氏朝着长安的方向嚎啕大哭 绝食七天最终吐血而死 后来高丽氏的墓也成为了 唐玄宗的太陵中唯一一座陪葬墓 这也算是对他们这段军臣际遇最好的见证 宿宗临终前他的妻子张皇后 意图发动政变刺杀太子 拥戴宿宗的刺子越王继位 李甫国得知消息后 派遣宦官成员阵 先带一支禁军去保护太子 然后李甫国自己率领禁军杀入皇宫 杀死了张皇后和越王 这让太子也就是唐戴宗 才得以顺利继位 随着戴宗继位 李甫国拥有了两朝雍丽之功 变得更加飞扬跋扈 不可一世 他甚至公开的跟戴宗说 陛下尽管安坐宫中 朝廷上的事都交给老奴来处置 这就引起了戴宗的不满 于是戴宗决定铲除李甫国 不过一开始 戴宗还是表现对李甫国十分的感激和器重 加封他为司空兼上述令 不过暗地里戴宗却安排成员阵等人 秘密在禁军中笼络人心清除李甫国的势力 之后戴宗一边下正旨 加封李甫国为薄禄郡王 一边把禁军的实际统设权 交给了殿中监耀子昂 名声暗将剥夺了李甫国的兵权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戴宗派出刺客刺杀了李甫国 砍下了他的脑袋 扔进了厕所 而且还砍下了李甫国的一条胳膊 蹭到了玄宗陵前 高位玄宗在天之灵 不过考虑到李甫国对祖宗戴宗负责两代确实是有拥礼之功 是实实在在的功劳 所以戴宗也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 他还是命人用木头给李甫国磕了一个脑袋下葬 追赠他为太位 也保留了他郡王的爵位 反正太监也没有儿子能够席决 不过李甫国的嗜好还是被选了一个恶事 丑 按照事法竭力的说法 互威四行约丑 比如之前晋武帝的舅舅和石冲豆腐的那个王凯 试好就是丑 后来南宋的秦惠试好是谬丑 李甫国死后 成元镇成为了新一代的权烟 被加分为票计大将军兵国公 不过成元镇的这个能力 跟他两位前辈高丽氏李甫国相比 那差的不是一清半年 尽管此时安使叛军 因为内部接二连三的父子相残的内乱 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 最终在戴宗继位的第二年被平定 然而由内乱所引发的外患 却并没有随着内乱的结束而离去 就在安使之乱被平定几个月之后 得知了玄宗和宿宗相继驾崩 戴宗继位的消息的吐蕃 扣押了唐朝派去报仓的使者 发动大军夺取了拢药 原本依附于唐朝的党相和土余魂 也都倒向了吐蕃 然而在朝中执掌大权的成元镇 却对此知情不报 很快吐蕃军队攻破了 位于天水和宝鸡之间的大阵棍 冰封直闭长安 眼见来不及调兵护驾的戴宗 只好仓皇逃离长安 戴宗一路向宗逃到华阴的时候 护家的禁军中 有的半岛开小车了 有的吊队没能跟上 总就是狼狈不堪 就在这时候 前方出现了一支看起来兵强马装 惊奇严正的队伍 领头的将领远远看见戴宗一掌 立刻滚安下马 跑到戴宗马前叩头请安 这个人就是神策军的统帅 冯毅俊空大宦官于朝恩 于朝恩最初在玄宗朝 是担任门下城的几世皇门 后来诉讼继位之后 得到了宠信 被派到李光碧的弟弟 李光进军中担任监军 再后来 于朝恩以左肩门卫将军 之内室省市的身份 出任官军中辅卫 除去等时 成为了朔方 河东 淮西 兴平 华浦 镇西及北平 郑蔡 河南 平如 关内 九镇节度时的监军 统帅兵马 二十余晚 就连郭子义和李光碧 都在于朝恩的监察之下 可以说是达到了 唐代宦官治军的一个新巅峰 不过真正确立了 于朝恩在唐代宦官治军 问题上历史地位的 还是因为他掌握了神策军 后来 晚唐的历代全焉 能够拥有费力皇帝的权力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就是宦官一直掌握着神策军 神策军最初是 戈书汉担任拢幼节度史的时候 创立了一支防备吐蕃的军队 后来 安史之乱爆发 神策军奉命入位京师 恰好就在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 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取势 吐蕃按着惯例 派出使者前往唐朝报桑 结果吐蕃使者惊讶地发现 他居然刚走到成都 就见到了大唐帝国的皇帝陛下 于是吐蕃使者表示 愿意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 但是被玄宗拒绝 之后使者返回吐蕃 向新赞普赤松德赞禀报 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内乱 建议趁机同唐朝开战 赤松德赞是吐蕃王朝的 第37代赞普 按照藏文文献 赞普世袭表上的记载 赤松德赞是吐蕃王后纳囊氏的儿子 不过另外两部非常重要的 藏文史及巴协和贤者喜宴上 却记载赤松德赞是唐玄宗的 唐侄女前往吐蕃和亲的 唐朝金城公主的儿子 所以藏学记长期以来 一直认为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 不过后来有记载了赤松德赞 出生于公元742年的历史文件处徒 应该可以成为赤松德赞是纳囊氏儿子的一个有利的证据 因为在汉藏史料中都有记载 金城公主是在公元739年到740年之间去世的 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土拨每年秋天都会出兵骚扰唐朝边界 不断蚕食唐朝领土 公元763年唐朝派遣御史大夫李之方出使吐蕃 向吐蕃通报玄宗和宿宗驾崩 戴宗继位的消息 赤松德赞听说唐朝内乱未平就遭遇国僧 大喜国王立刻下令扣押李之方 然后派出两员大将 恩兰达扎陆宫和秦上杰斯秀庭 捅兵二十万夺占隆西进兵长安 于是唐戴宗仓皇逃离长安 吐蕃军队占据长安之后 拥戴了戴宗的远房唐兄弟金城公主的指责 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 建立年号任命宰相 不过后来因为吐蕃人不适应长安的气候 加上郭子怡等唐朝节度时纷纷带兵秦王 对长安形成了和为之势 吐蕃军队只好将长安城洗劫一空 然后仓促撤军 不过仅仅是攻占大唐帝国首都的攻击 就足以让吐蕃军的统帅恩兰达扎陆宫名流史册了 是宗德藏后来特意为恩兰达扎陆宫在首都拉萨树立了一个石碑 记录他攻破长安的攻训 这座名为恩兰达扎陆宫技工碑的石碑 如今被改立在了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上 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石碑 吐蕃扯军之后 戴宗皇帝在于朝恩的神策军护卫下重返长安 一物军情的成员阵被革职流放 护驾有功的于朝恩除人内侍省监 判谷子监视还兼任洪卢县或封韩国公 而于朝恩掌握的神策军也被纳入了禁军许列 不仅如此 一同前来秦王的来自安西北庭和西拢幼各镇的兵马 也都被并入了神策军 这许多神策军实力大增 一跃成为了北牙禁军的核心 而于朝恩也凭借着华阴赢驾的功劳 和手中的神策军权清朝野不可一世 于朝恩每次向戴宗奏报政务 都必须要戴宗同意他的意见 令戴宗十分恼怒 而且对于朝廷事务稍有不满 于朝恩就会对着文武大臣大发脾气 号称天下之势还有能不让我如意的吗 这话传到戴宗的耳朵里 就更加上了戴宗想要除掉于朝恩的想法 作为太监 于朝恩没有亲儿子 不过他有一个养子于令辉 戴宗当初为了表彰于朝恩华阴赢驾了功劳 特别恩准 还不到15岁的于令辉担任内侍省内级史 结果有一次据说是内侍省的官员们参加朝会 有比于令辉关节更高的内侍省官员 因为排队往前挤的时候碰到了于令辉 让于令辉很生气 于令辉回家就跟于朝恩说了这件事 第二天于朝恩就带着于令辉入宫拜见戴宗 于朝恩就和戴宗说 臣的儿子官之卑微 所以被同僚欺误羞辱 希望陛下能够赐他穿紫衣 按照唐朝制度 只有三品以上宰相一级的高官才能够穿紫色的衣服 紫衣之下四五品的官员穿红衣 六七品的官员穿绿衣 八九品的官员穿青衣 按照于令辉的品级只能穿绿衣 所以于朝恩上来就给儿子要紫衣 戴宗当然心中不快 一时就没有理会 可是没想到于朝恩早就让人抱了一套紫衣上来 于令辉不等戴宗发话 自己又穿上了紫衣 然后跪到在戴宗面前叩头谢恩 戴宗虽然心中不满 但是也没有发作 只是尴尬的笑了笑 然后对于朝恩说 你儿子穿上紫衣看着还挺合身的 之后在宰相袁宰的谋划下 戴宗决议秘密诛杀于朝恩 大历五年的寒时节宫中举行宴会 宴会结束之后 众臣谢恩告辞 戴宗突然叫住了于朝恩 说是有朝清钥匙要跟他商量 等到大殿上指上下戴宗和于朝恩之后 戴宗突然翻脸 痛斥于朝恩图谋不轨 于朝恩还想为自己辩解 没想到戴宗早就收买了他在禁军中的亲戚 直接将于朝恩拿下当场勒死 但是为了不惊动于朝恩在神策军中的党羽 戴宗秘密的处死了于朝恩之后 还装模作样的下旨 解除了于朝恩的军职 但却又增封了六百户的封地给他 而且还保留了他在宫中内侍间的职务 然后戴宗让人放出风声 说于朝恩在接到诏书之后 自己想不开自杀了 这才让人把他的尸体送回于家 而且戴宗还假惺惺的 赏赐给于朝恩家人六百万钱 作为于朝恩的安葬费用 此后为了限制宦官的权力 戴宗和他的儿子德宗 一直坚持从神策军的将领中 选拔神策军大将军 不再将戒之武装力量交给宦官指挥 但是之后随着四镇之乱和靖元兵变的相继爆发 德宗一路被叛军赶出了长安城 围困在了奉天 就是今天的陕西前线 从此德宗对于朝中动辄叛乱的将军们失去了信心 相比之下 宦官对皇帝的忠心刚刚 和文武大臣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因此德宗重新恢复了宦官监军的制度 重新把禁军的实际统帅权交到了宦官手里 而且德宗为了充实自己的内唐 还在长安城内大肆实行攻势 任由被称为无防小儿的宦官 在长安城内强买强卖 肆意盘剥截掠百姓的财物 唐代大师人白居易的名篇 《麦探翁竹》描写的就是 无防小儿欺压百姓的场景 后来德宗并逝 而得顺宗即位 顺宗早在当太子的时候 就时常和他的两个试读王批和王书文 讨论限制宦官权利的事情 因此顺宗继位之后 立刻下令废除攻势 然后任命大臣韩太 为左右神色京西朱城镇行营行军司马 去接管神策军的军权 并且重用王批王书文等人 推行改革限制宦官的权利 指称永真革新 可是顺宗在登基之前突发中风 影响了他的语言能力 所有的旨意 只能通过他的妃子昭容牛氏和亲信宦官李中严传达 这就给了反对派质疑圣旨真实性的机会 于是宦官聚文贞等人以此为借口 联合了部分朝中大臣以及外藩 发动政变 逼迫顺宗退位 太子继位改元元和就是唐献宗 然后王批王书文以及韩太等八名支持改革的官员 被贬为外周司马 是称二王八司马 这其中就有大名定义的刘宇熙 还有刘宗元 宪宗结尾之后 先后剿灭了拒绝服从朝廷命令的西川节都富士刘辟 夏隋军刘后杨慧林 宗室出身的镇海军节度使李奇 淮西军刘后吴渊记 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等多个藩阵 特别是淮西吴渊记兵败之后天下震动 全国各地的藩阵纷纷表态服从朝廷 一度出现了藩阵 致是尽尊朝廷约束的局面 使称圆和中兴 不过宪宗虽然是由宦官拥戴向外的 在为期间也确实给予了宦官们很大权力 但是在宪宗眼里 这些执掌朝政统率进军的宦官 仍然不过只是他的家奴而已 因此宪宗对宦官并不优待 动辄打骂 身边的大小宦官都受到过他的鞭挞 再加上宪宗长期服用金丹 导致性情暴躁易怒 身边的宦官们更是苦不堪言 圆和十五年正月 宪宗突然暴毙宫中 据说是被宦官陈宏庆和王守成害死 之后王守成出任疏密时 成为了皇帝和朝臣之间的联系人 掌握了朝廷大权 王守成先后拥立了宪宗的儿子穆宗 和孙子靖宗两代皇帝 后来宦官刘明克刺杀了靖宗 意图拥戴靖宗的叔叔 将王礼物为皇帝 却被王守成率领神策军平定 尽管靖宗留下了至少五位皇子 但是王守成还是选择拥立了靖宗的二帝 姜王礼昂 就是唐文宗 文宗继位之后 先是名声暗将 升王守成为左右神策军官军容使 成为了神策军中名义上的最高统帅 但却将握有实权的左神策中尉的职位 交给了一直和王守成关系恶劣的宦官求是梁 在求是梁 还有宰相李迅凤阳节度使郑柱的暗中支持下 文宗彻底架空了王守成的权力 然后秘密赐死了王守成 也算是为他爷爷唐宪宗报了仇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出力不少的宦官求是梁没有想到的是 李正二人的目标不仅仅是王守成 而是包括求是梁在内的整个宦官集团 而除掉王守成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 按照李正二人最初的计划 因为王守成是被秘密赐死的 所以按照规制 文宗仍然会按照王守成的品级 为他举行一个规模盛大的葬礼 到时候郑柱作为曾经被王守成举荐过的官员 也会应邀出席 然后郑柱就趁机率领凤阳战的精兵 压制神策军夺取北压禁军的兵权 然后除掉所有宦官 可惜这个看起来还算不错的计划 因为李迅的争功之心最终付诸东流 李迅为了独占剿灭宦官的功劳 私自决定抛开郑柱 自己利用宰相的职权 调动南压禁军 搅出宦官 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念一 隶属南压禁军的左金屋卫大将军韩约 在早朝上上奏皇帝 说是在左金屋卫的衙门里 有一棵石榴树 夜里生出了甘露 这是祥瑞之证 请皇帝驾临亲自去欣赏一下 然后文宗就让中书省的官员先去看看 结果中书省的几个官员看过之后 回奏说他们觉得那不是真的甘露 于是文宗就又让裘世良和右神侧中尉 余志红等几个宦官去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甘露 这时候李迅等人早已在左金屋卫的衙门里埋伏好了士兵 可是作为计划核心部分之一的大将军韩约 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他陪同裘世良进到左金屋卫衙门的时候 神情紧张满头是汗 引起了裘世良等人的怀疑 恰在此时一阵大风刮过 把院中的围杖都吹了起来 那些躲在围杖后面的士兵就立刻暴露了 裘世良见状立刻掉头就跑 他跑回了文宗所在的韩元殿 叫过来几个宦官把文宗架进轿子里 抬着就往后宫跑 这时候李迅带着金屋卫衙追上来了 李迅跑到最快冲上前去 扒住了文宗的轿子 文宗吓坏了大声呵斥李迅 李迅就说臣还有事没有揍完 陛下不能回宫 这时候旁边一个宦官过来 罩着李迅就是一拳 把他打倒在地 然后宦官们簇拥着文宗跑回了后宫 与此同时和李迅同谋的南亚禁军以及经兆府御史台的衙役们也都一起出动 杀死了不少宦官 而裘世良等人保护着文宗逃回后宫以后立刻调及神策军出动平乱 神策军迅速击溃了举世的士兵 然后在长安城内开始大肆砍杀朝廷大权 李迅逃出长安城之后被捕杀 而还蒙在鼓里的郑柱 稀里糊涂的就被接到了裘世良密令的监军太监杀死在了鸿门宴上 这就是历史上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之后 宦官们肆意诸连捕杀朝臣 被杀害的朝臣和家属多达数千人 幸亏这时候朝一节度使刘从健 仗义直言上书朝廷 为被杀的百官名冤 矛头直指裘世良 刘从健在奏章中声称 如奸臣难治 是已死的清军策 就这样在藩镇武力的威胁下 宦官们才收敛了他们的滥杀 五年之后文宗去世 裘世良拥大了文宗的弟弟 颖王李禅 就是唐武宗 武宗继位之后 终于找了个机会逼迫裘世良治世 就是退休 裘世良离开内市省的时候 叮嘱为他送行的宦官们 今后一定要牢记 要引诱皇帝享乐 让皇帝没有时间读书 没有时间去接见大臣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住宦官专权的局面 之后 裘世良的这些徒子徒孙们 也是牢记着他的教会 牢牢的把握住了皇帝 武宗之后的唐朝皇帝们 宣宗 宜宗 西宗 昭宗 都是由宦官用力 也都基本处在宦官的控制之下 但是宦官们 虽然能够控制住大唐皇帝 可是如今大唐皇帝却再也无法控制出大唐天下了 唐朝宗天赋三年 公元903年 携天字以令诸侯的宣武截度使朱全忠派兵进入内市省 诛杀了数百名宦官 只留下了三十个官职第一位年期又小的宦官 继续负责在宫中打扫卫生 而且朱全忠还假借朝宗的名义 诏令全国各地的反战 就地捕杀当地监军的宦官 霍乱唐朝百余年的宦官之祸到此终结 然而大唐王朝也在四年之后走到了灭亡的尽头